在這裡的各位朋友 大家好 在這裡的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們今天來到這個地方 其實我們馬上要進度討論的是一個 關係到台灣非常非常多人的一個議題 而且它其實涉及到台灣非常多的土地的問題 我在今天之前其實我對於這個議題也相對的陌生 花了一個晚上的時間才去理解它 但我個人覺得有一點悲哀的是 我還蠻熟悉帝國主義的歷史 比如說英國政府怎麼去對待印度 然後我也還算熟悉美國政府如何對待印第安人 也有很多類似這一類我們現在在台灣發生的議題 但是呢我們在過去的歷史課本裡面 我們卻相對的對於我們自己這塊土地上發生的事情 相當少提到 甚至呢也因此我們非常多的人對於原住民的議題 其實相對不熟悉 那還好我在這一兩天在在閱讀國外違憲的時候 發現美國也好不到哪去 因為呢 美國目前有87%的中學的教科書 從來沒有提過印第安人 1900年之後如何被政府迫害 土地如何被政府佔用或被私人團體拿去 那這大概都是這一類的原住民的一些宿命的問題 那我們非常的 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非常的開心今天我們有多位的年輕人 他們會他們關心自己的族群也關心自己族群的命運 同時也是在關心台灣這塊土地上的集體的命運 那當然就是我們今天我們特別想要知道的是他們的聲音 所以我們請他們在這裡來做各種有關他們自己的理解 有各個議題的各種不同面向的理解方式 那我們也有一個相對比較資深一點點的年輕人 那我們先請他們幾位各自先簡單的介紹一下 然後我們再開放讓大家就是讓他們一一來討論 他們今天所要跟我們講的議題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馬漾 我家住凱達格蘭大道1號外面的帳篷區 102 我是一個很久沒有拍紀錄片的紀錄片導演 但是我現在從事一種馬拉桑運動 現在跑到第17天謝謝 大家好我是我的主義名字叫Muni 然後我中文名字叫溫馨 然後我是陸凱族人 然後媽媽是烏台阿里村的 那爸爸是台東達魯馬克部落的 謝謝大家 大家好我的族語名字是Soma 然後中文名字是晉雯 然後我媽媽我是一半的原住民 我媽媽是阿美族然後他是來自巴桑安部落 然後我爸爸是一個漢人 對大概是這樣 大家好我叫Hafai 我的中文名字叫江長泉 然後我現在就讀政大民族系 那我的部落是在台東縣關山鎮幸福部落 他是一個成立不到60年的部落 然後我現在是在部落裡面搭一個階級的擊掌 好謝謝 大家好我是Muo 我是現在就讀台大社工系三年級 然後我是阿里山州族 對可是我從小是住在這個南投縣仁愛鄉的物社 對那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就是有關於物社當地的一些開發 謝謝 大家好我是Sla 然後我的部落是來自花蓮玉璃鎮安東部落 然後我今天是要跟大家分享也是來自我們部落的經驗 謝謝大家謝謝 大家好我是來自政大的葉文先生 我的母語名字叫做古流也叫做賈馬 因為我有兩個身份 那我主要還是來自台東大陸馬克部落 那我主要還是來自台東大陸馬克部落 謝謝楊 大家好我是簡年幼 然後我的族語名字是阿鬼 那我的爸爸是阿美族 然後我的媽媽是金門人 對那先到這樣 好 謝謝大家自我介紹 那我們等一下會請他們一一從他們的觀點 而且他們所關注的確定的角度來告訴我們他們怎麼理解這件事情和看法 那我們就先請馬藥開始 在今年的情人節發現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那他們做這樣的公告 我們剛下山去山上一個月 為的是要減重 所以馬藥減重了八公斤 那一個月可以鬍子長那麼長 但是因為剛下山很多衣服還沒有洗 很多事情還沒有做 但是發生這個事情 其實前一天我們就接到消息 可能會有這個事情跟你心理準備 我跟他不講 但是不好意思跟法奈講 因為他要處理很多事情 但是那一天我們 24號要去杜蘭辦一些事情 的路上我跟法奈說有這個事情 他沒有完全理我 我不敢鬧他 第二天我在跟他談這件事情 他沒有回應我 我就在台東等了第三天早上他開始回應 既然事情這樣 那我們就來凱道吧 事情的開始就這樣 好下一位 好那我們請威喜 好我這邊我這邊先就是我們先玩一個小小的遊戲 我們把氣氛弄得比較和緩一點 對然後大家先想一下就是大家現在先沉下心來 然後你也可以閉上眼睛 因為我要給你們一個想像題 那你也可以閉上眼睛 你慢慢閉眼睛的時候 你放鬆 你甚至可以牽旁邊的人手 那你就會覺得現在來到一個50人的聯誼大會 開玩笑的 好這是真的想像的題呢 就是說 你想有一群原住民的族人 他們穿著自己的族服 那他穿著自己的族服圍在一圈跳舞 那這個時候你立刻 在腦中浮現他們在跳舞的地點是在哪裡 立刻浮現了 我點 來你張開眼睛我要點你 你浮現的地點 我浮現的地點就是在部落的祭司廣場 那其實 可以問你的名字嗎 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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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浮現的是他在部落的祭司的館場 那其實 我們的原住民青年他聽到這一題自然而然浮現的跳舞的場地 那其實這就是對於我們生活的 我們在部落生活共同記憶 那其實這就等於我們所謂常常在說的 就是我們傳統領域的空間的一部分 那随着时间越来越往前 我们会发现我们原住民青年 对于传统领域的空间的回忆的画面 其实反而是越来越少的 像我是都市的原住民青年 那我可能我的回忆的画面 比较明确的是部落的老家 那可能也是我们有人祭典啊 或是有人结婚 我们跳大会舞的地方 那我的父母可能会再多一点 他可能会再多一些 他知道家里山中的田的位置在哪里 然后他们下课 估计一定会去某一条小河玩水的地方 我的祖父又会再多一点 他的地点是他可能知道 他要去哪里采集 他知道山林中的猎场在哪里 那这些东西集合起来 这些我们共同的文化的记忆 那我们在这边传承我们的文化 母语各方面 那这些集合起来 其实就是整个我们传统领域的空间 那其实我们整个传统领域的空间的话 他是我们的祖先 一直以来他长时间在那个地方 他观察动物植物自然现象 他累积下来的经验跟智慧 那这个智慧是他教导我们的族人 应该要怎么样跟环境去相处 他要怎么跟自然去共处 所以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深厚的一个原住民的价值观 那他也是一个对原住民非常重要的 那他 他其实背后的意义 他是这样几百年传承下来 那他知道怎么样跟土地 跟山林 跟海洋去达成一个平衡 所以他这个原则上 他其实是有非常浓厚的智慧在 那他其实并不亚于 我们现在常常谈到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下所谓的私有财产制 你这样子简单的概念性的说明一下 你就会发现这两者并没有所谓的 好像是现在这个是主流 那我们的文化好像会是比较后面的并没有 他的价值一样是非常的浓厚的 那这边我举一个例子 就是我自己是都市原住民青年 那我常常生长的环境 就是像可能开学回来之后 妈妈就会问你说 你班上有没有其他原住民同学 我就说没有就我一个这样 然后就只有 所以我身边几乎都是汉族的朋友 那有一次我印象很深刻 我跟一个汉族的朋友聊天 聊到就是 他说他有就是年轻的时候 有去参加那种外交会 召召一些青年去国外参访的团体 对那他我听了会觉得蛮酷的 我就说那你们去之前会有什么准备的工作 那我朋友就跟我讲说 那个外交部会叫我们学一些原住民的舞蹈 然后去国外表演给他们看 然后我听完就是 你男朋友最近好吗 就把话题转走 然后就是可是后来我意识到的点是 我发现其实我不能怪我这个朋友 然后为什么我不能怪我这个朋友 这又有另外一个我启发我的故事 就是大学的时候 我大学三年级在安清班班助教 那当助教的过程中就是 我顾一个五小五小学五年级的班级 那时候骑中考完小朋友就在教室完 他们没有功课 然后老师去忙别事情 我就负责看自己的书 然后顾他们 然后印象很深刻 我那时候看的书 就是那件事我印象很深刻 所以我也印象很深刻 那时候看书 我那时候很明一本书叫做 世界目的求生法则 然后会有一杠打鬼战士 所以最近僵尸片很红 所以我就有点得意 想说我知道怎么打僵尸 反正我就在翻那本书 然后翻一翻 小朋友就过来跟我报状 说温馨老师 他说温馨老师 然后他就拿着一个小女生的娃娃 那个娃娃的肤色是比较深的 他就跟我告状 指另外一个小男生说 老师他一直说 我这个娃娃是山地人 他一讲完 我的脸就非常的沉 那个年纪的小孩 大概是民国九十年出生左右的 我的脸就立刻很严肃的 跟那个小男生讲说 谁教你讲山地人这三个字 你的课本里面并没有这样子写 谁教你讲 谁说你可以讲山地人这三个字 然后小孩就呆掉 他们可能讲说老师读大鬼战士 读大鬼疯狂 但是反过来来讲 平心而论 其实你会发现我的朋友并没有恶意 小男孩其实也没有恶意 但是问题就在于这个没有恶意 为什么 整个国家一直以来的作为 会让他们 对于一个文化 对他们来说 是一个很轻描淡写的事情 那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点 那我们在讲传统领域的时候 像我前面刚刚讲的传统领域 原住民的文化的价值 跟目前资本主义的价值 我们现在甚至还没有进到去 我们还没有进步到 可以去讨论这两个价值观 哪一个才是最适合在我们这片土地上 可以让大家一起共同生活的最好的方式 我们现在甚至还困在 就是原住民的价值观 为什么没办法被提升到个平等跟对等的空间 来让这两个价值可以一起去讨论 我们还在 就像小男生讲三地人的时候 我就想说你民国九十年出生的小孩 怎么会讲三地人 然后因为平常还要坚持教英文课 你就会很想用英文跟他讲说 你怎么还在stage one 你甚至two都还没有进到 就是你应该要到three了 可是你还在one你知道 很生气这种感觉 对那我们目前观视就是 我觉得传统领域的议题不只是原住民 其他人都要一起来关心的 除了就是我们原住民 在传统领域空间重视的 就是我们可以一起在这个土地上面 共享这一些共同生活 到底这土地上是我们可以一起好好生活的 这片土地是我们可以一起去想 要怎么样可以让它更好 这是在台湾这片土地上 每一个人都要重视的事情之外 它其实另外一部分是 它带传统领域这个议题去带出说 那如果今天我们在社会上 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身份 那如果你的身份 你不可能保证你自己每一次的身份 都是在主流的族群 那今天当你有一天你这个身份 你是处于少数的时候 你当你处于少数的时候 我们我觉得我们原住民族的前辈 他们在这边在这边为带着我们原住民的青年做一个很好的示范 就是当你在属于人数比较少 祝你青年甚至整个台湾整个民族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我自己觉得的部分 谢谢大家 前面讲得这么感人 差点要哭了 但是就是我现在是要先从一些比较实际 现实方面的面向 先去跟大家讨论一下 为什么这个画色办法会有今天这样的争议 所以我想先调查一下 在场有人就是有大概知道 这个画色办法引起的争议是什么对吗 有没有人要举手回答我一下 一定有吧 没有人要理我 对这个画色办法 其实它就是最重要的是 它就是排除了私有地 那因为我昨天遇到一个中 静怡大学的老师 他就跟我说 你要跟这个国家对抗的时候 你就要先学会这个国家的武器 你要了解别人的毛跟盾 所以这就是法律 就是他跟我说 这个国家的毛跟盾就是法律 所以我就想先跟大家解释 就是这个画色办法 为什么圆明会他们会觉得 他们自己是对的 或是为什么有一些立法委员 他一直坚持他们的解释方法是对的 就是因为 他们是根据原基法的21条 他们订立了这个办法 那那个21条里面有出现四个字叫做公有土地 所以他们就用这个公有土地去说 就是他他把前面 他那整句话是原住民族土地 或部落及其周边之公有土地 他就说只能划设在公有土地上 但是回归到立法意志 就是那时候修法的立法委员 他们其实是想要将周边之公有土地划进来 所以前面的东西是不是不是只设现在公有土地的 但是我们的圆明会 他没有代表原住民族的声音 甚至曲解法律 这是让我们很非常非常失望的地方 这也是现在其实比较新闻上都主要在讨论的一个争议点 就是在在法条方面的问题 但是为什么他们会那么害怕说 把私有土地涵盖进来 大家会很害怕自己的东西不见 对不对 我觉得大爱琳很害怕 像我就超害怕 但是他们就是利用 政府方就是利用这个 大家的弱点 造成就是想要去试图营造原住民跟别人之间的对立 他们就跟别人 他们就跟社会说 把私有土地划进来 你的土地就不见了 但是事实上会这样吗 其实不会 传统领域它是一个空间 它是一个我们原住民族在实践文化内涵的空间 所以我们只是想要知道 我们的文化究竟祖先到我们现在 我们在哪里实践我们的文化 我们在哪里狩猎 在哪里采集 在哪里补牢 在哪里祭祀 我们想要把那个空间画出来 当我们知道空间多大的时候 我们才能继续在上面孕育我们的文化 但我们画出那个空间不会说 例如说我们说这边是我们的传统领域 应该也算是吧 是吧 但我们不会说你车不能开过去 会吗 我们不是要把人家的东西抢走 我们只是想要知道 我们过去从祖先到我们现在 就是我们 就祖先到现在 我们到底在 我们在实践文化上 我们的空间在哪里 我们都还没有谈到 就是我们在上面的权力的时候 他们就那么害怕了 圆明慧他的责任其实应该要是 告诉这个社会 就是原住民族他的 他要代表原住民族的身影 可是他现在反过来 他就是去挑起原住民族跟社会的对立 但他们用的方法就是知情同意权 但这其实这也是大家社会上蛮大的误解 就是因为他们一直说知情同意权的话 就会害社会大众没办法 就你比如说这一块传统领域 这我家 然后就说我要盖房子 如果部落不同意 我就不能盖 他们一直用这个 这个说法 去让大家很害怕 就是你不能 我不能使用我的土地 但其实知情同意权 他的行驶范围 是有一定的限度的 他只能在一定程度以上的开发案 才能行驶这个权力 但要这个开发案 会影响到部落 他在实践他的文化的时候 我们才可以 就是去行驶知情同意权 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低限度的防御的功能 他不是一个主动的权力 所以就是我 其实一直都很不解 为什么政府跟袁明慧要一直用 大家就是要一直 挑起社会跟原住民之间对立 就是我刚刚 因为我刚刚又有点迟到 我就搭计程车过来 然后那个计程车司机 他就问我说 啊你要去开刀干嘛 我就说我要去跟别人谈传统领域的事 他就说啊什么是传统领域 我就跟他说 原住民实践文化的地方 然后他就说啊你是原住民哦 怎么一点都不像 然后我就觉得很尴尬 大家都这样讲 但是然后他就开始说 啊你会讲族语吗 啊你们都什么 是不是会吃山猪 什么猎山猪 他说以前还会猎人头 我天然就觉得很无言 但是你知道 我没有办法跟他 我从第一开始他问我传统领域是什么的时候 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好好跟他解释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丢脸 因为我没办法告诉他所谓的实践文化是什么 因为我是一个在都市成长的小孩 所以我不知道我们的文化是什么 如果就是这个政府真的有心 想要让有住民族的文化继续传承下去 他应该要把我们的领域画出来 让长辈可以带我们回家 回到部落 继续找回我们的文化 只是让我们一直在这边流离失所 所以今天我才 因为我不是很喜欢在前面讲话 但是我有这件事 就是我很努力想要说服自己 想要出来跟大家沟通 想要让政府说成那些错误的话 不要让社会一直这样误解下去 所以我也希望就是在场的朋友以后 也可以一起帮助我们 让大家不要一起误解我们 我们只是想要找回属于我们的文化而已 加油 好的 很努力 可不可以很简单的跟我们讲说 传统领域有多大 其实在你们的沉沥里面 在台湾的沉沥里面有多大 那個是政府調查說是180公頃 但是我覺得180萬公頃 但是我不確定當初政府是怎麼樣去調查這個 是因為我那時候看那個什麼 有一個他們反正我只有看到泰雅族的口述歷史 有講出他們傳統領域的範圍 但我不知道其他族群有沒有這麼明確的講述這個東西 所以這次的正義行從180萬變成了80萬億 180萬台灣的百分之幾啊知道嗎 50一半 一半 也就是其實原住民的傳統領域 這件事情其實他關心到台灣一半的土地 他關心到台灣一半的土地 一半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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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幾乎是跟非常非常多人都有關的 所以在意這一件事情 其實並不是非常少數人的問題 但剛剛這位朋友他所講的 他說的是兩個完全不一樣的所有權的概念 一個是傳統的傳統的族人 就是其實在全世界有許多地方的 原住民的文化裡面 所有權並不是個排他性的 就是說如果我有就不是你的 你的就不是我的 而所有權可以是一種共有的概念 但是呢我們的政府目前所做的這一件事情 它是很典型的是用很現代的觀點 也很西方的觀點 認為就是所有 就是只要我擁有別人 就不可以擁有的這樣子概念 那這裡就是有兩個完全非常不一樣的 擁有或所有的概念 那這也是回應到第一位 就是第二位講者在談的時候 原住民就是在處理人跟大自然之間的問題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的智慧 那些智慧很多是我們現在 各個現代國家正在追求的那種可持續發展 人與自然之間應該怎麼樣達到一個平衡的關係 這一些的想法其實在原住民的傳統文化思想裡面 其實都是有的 而很重要的一點就是 並不會把東西要占為己有 而且東西是可以大家一起共享 那這樣子的智慧其實是在我們現在的 很多的現代國家或司法體系裡面 並不理解的 所以我們現在才會有類似這樣子問題的出現 那我們再請下一位講者繼續告訴我們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那我的部分其實我想要分享的是 我先講結論好了 就是傳統領域不可以排除私有地 傳統領域不可以排除私有地 那為什麼為什麼要談這個呢 先問問大家一個問題 就是有沒有去過花蓮光復的光復堂場 有去過的請舉個手好不好 那有沒有誰可以講說光復堂場他的地從哪裡來的 阿諾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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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再請你講 等一下你會破我梗 我等一下講那個部分 但感謝阿諾大哥 那台塘的地 官復堂場現在是台塘的土地 那他的地是從哪裡來的 他的地是從日本政府承襲而來的 那日本政府的地是怎麼來的 那塊地啊 那塊地 過去都是所謂的阿美族的傳統領域 甚至是生活的居地 那剛剛站起來的那位阿諾大哥 他是在光復堂場周邊整個區域 過去有一個部落叫做Garoa Garoa部落的族人 那現在他們那個部落的族人 完全沒有一個人居住在那塊土地 因為那塊土地現在是台塘的土地 他們不讓阿美族人進去生活 因為那個是他們的私有地 所以我從這個例子來談 那傳統領域排除私有地的狀況會是怎麼樣 他基本上就是一個支離破碎 對阿美族來講 阿美族其實是衝擊非常非常的嚴重 因為阿美族現在已經跟大部分的漢族的朋友 或是客家人朋友生存的在一起 或者是共用了不同的土地 那華聯省政府跟台東縣政府 他們常常會號稱自己是擁有全台灣最多國有土地的縣政府 但是那個土地到底怎麼來的 那個土地到底怎麼來的 為什麼會是國有土地 大家應該要去慢慢去想這個問題 為什麼我們現在有國有土地這件事情 那個地原本是誰在使用 誰在那邊生活過 誰在那邊做了什麼事情 這個其實大家都沒有 都沒有什麼樣的概念 現在只知道 哇我們去台東花蓮光復 我們可以去那邊吃冰 買東西幹嘛幹嘛的 有很多風景可以欣賞 為什麼保留那麼多風景 因為他把原本的居住在那邊的人都驅趕出去了 好 那為什麼今天要談說不能排除私有地 這件事情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剛剛前面有講說傳統領域 它除了是文化實踐的地方 也是長著生活記憶的空間 那其中最重要的一點 最重要的一點 它是現在族人仍然生存的一個土地 它不是過去的 它現在還是族人在生存的土地 可是我們因為種種的限制 我們被迫在上面做所謂的非法的行為 所謂的侵害他人土地的行為 可是對老人家來講 那個土地是大家可以去使用共有 共同去使用 為什麼現在變成國有土地 再講一個例子 剛剛在搭鷹架的時候我就一直在想 對啊 就是很多阿美族人現在都還在搭鷹架 為什麼阿美族人都跑到台北 桃園都市一帶去做這些勞力輸出的工作 因為他們是最早失去土地的族人 平埔族是最早 再來就是阿美族人 對 那他們沒有了土地 只好到別的地方去生存 那現在都在都市裡面生存 所以才有那麼多的都市原住民 這是一個歷史過程 但是我們透過這樣的歷史過程 我們不能忽略掉現在 海仍然生存的人們 海仍然生存的人們 在這塊土地共同努力著 這是我想講的 謝謝 謝謝 到我的時候先暫停一下好不好 我們往這邊靠一點 因為等一下那個車要過 我們要往後 我們要往後 好 這麼近 可以了 一樣可以坐 一樣大家請坐 靠近一點比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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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就編開始好了 大家慢慢就做這樣 大家可能會好奇就是 為什麼 這個傳統領域 現在有這麼多的 這麼一大塊 是屬於 我們所謂的私有地 就是它在歷史來看 它怎麼從 一個原住民傳統 擁有的一個領域 轉為成現在 可能是個人擁有 財團擁有等等的 這個過程 那我 以我 我生長的地方 我是在這個 安投縣仁愛鄉的物社 那邊 長大的 欸 有人去過清淨農場嗎 這裡 有了舉手 住過那邊民宿的舉手 好不好 好好好 請放下 好那邊就是我以前 住的那一代地方 那 欸 在那邊有看過原住民嗎 去的時候 有 有的有 有的沒有 有的是哪一族 嗯 所以我印象耶 但是就是 有印象耶 但是就是 就是有印象 就跟他聊一下 然後就有印象 那是因為很多年 嗯嗯 但是其實他跟我一樣 不會被操掉 哦 好 嗯 OK 好 那邊 來講的話 那邊屬於 河歡山 我們先講一下地理位置 好了 河歡山山鸾一帶 河歡山是一個 東北西南走向的一個 一個山 山群 他的西谷 就是分佈著 賽德克族的 部落 包括物色 包括 春陽 再往裡面是 廬山 然後再往裡面是 Noda 靜觀 和平 合作 沒有和平 不好意思 合作跟平靜 這樣子 這一塊西谷 基本上都是賽德克族的 傳統領域 那 從西谷一直延伸 往 往這個 往山上走 往海拔高的地方走 這一整塊的山坡地 那個西谷 都算是以前賽德克族的傳統領域 那包括現在的 清淨農場 那邊也算是 以前的古地名叫做 德羅杜夫社 這樣子 那 要講那邊 被 收編為 現在這個樣子 要先從 講到1930年開始 大家有知道 1930年 在台灣的原住民社會上 發生什麼很重要的事情嗎 1930年 對 物色事件 就是發生在那個地方 那過程我就不細講了 我想後面 日本人的 這個 這個處置的一個方式 當時起義的 我們現在俗稱起義六社 包括巴蘭 包括文武 就是現在的春陽 的 後來他們的族人 因為他們戰敗了 那剩下的這些親屬呢 他們被日本人 集中以後 去集團移住 以往現在的 川中島 也就是清流部落 清流部落 跟那邊里多元 開車的話 也要大概 一個小時以上 那你想想看 如果以前走的話 那就是可能要走一兩天這樣 因為還要吸家帶券啊 什麼 這樣就把家裡的東西 全部帶過去 好 移走了以後 並不是全部的賽德克族人 都是反抗日本的 大家應該知道這件事情吧 還是有所謂的這個 親日本的這一派 那他們是住在比較裡面的部落 剛才講的都打 剛才講的這個靜觀 平靜這些部落 日本人呢 他為了方便管理 他講 他把這些 這些部落的人 也是用集團移住 移往現在的巴蘭 就是物色 移往春陽 也就是說他把原來住在春陽的人 移到了別的地方去 又把另外一群人移來春陽 的意思 那原來的 靜觀那邊的人 人就越來越少 越來越少之後 日本人將那邊就是 做開墾地 做開墾 那邊一開始叫做 建勤農場 那就是以 這是之後的清淨農場 但那個時候叫建勤農場 所以那邊 從物色事件之後 就已經被 收為政府所擁有了 這樣子 那包括現在的 台大梅峰農場 也是在那個時候 被收過去的 這樣子 那之後 當然就是 就是這個光復了 所謂的光復 國民政府來台了以後 很當然的 就接收了那塊建勤農場 那那個時候是屬於 單頭縣政府所擁有 這樣子 那一直有放牧的一些 農業的活動在那邊 那一直到了 1960年 1960年的時候 行政院有一個 退輔會 就是退休的那些 怎樣來說說 榮民啦 榮民的一個委員會呢 他將那個地方收購 所以現在清淨農場 大家去的時候可以注意一下 他是屬於 退輔會 清淨農場 對 他是屬於退輔會 下面的一個 一個單位 這樣子 那他 反正是收購之外 他因為那個時候 在開這個 中橫 就是從 所以從霧森那邊 一直到 英國泰魯閣 然後到花蓮那條路 所以他移進來了 很多的這個 榮民 那特別是 他等於了很多 那個 百姨族的 就是滇緬地區的 那些少數民族的 榮民進到這裡來 所以去清淨農場的時候 發現 沒有原住民 可是怎麼 有那種百姨族的 有沒有 百姨族的特色 有沒有 就是有這樣的一個過程 對 那 所以現在那邊住的 然後在 都是都百姨族為主 百姨族的人 還有一些 別的省份的 這樣外省人 那一直到 1991年 那邊實行的 工地放 他將 退輔會將 部分的土地 去 拍賣給 私人 那 大家不知道 知不知道 台灣的這個 山林地 山坡地 基本上不是林務局的 就是 元寶地 所以 很少有 像是 他這樣子 開賣是 你可以直接給私人財團 去做使用的 所以 當時就 有非常 大批的財團 還有 大批的資金 這樣進入到 那個地方 然後去興建了很多 觀光的設施 包括現在大家去看 那一整片 看見台灣 一整片的這個山頭 都是一些飯店 旅館 等等的 那 大家就知道 都造成了很多 生態上的問題 這樣子 所以 我來講的是 嗯 我們 我們前面 有講到說 之前 幾幾天跟 本來姐姐有聊過 我們原住民 之所以 驕傲是 因為我們有一套 跟 這個 這個自然的環境 共生的 一個基石在 一個智慧在 我們造成的污染 是可以讓這個 這個土地 繼續去孕育我下去的 我不會去 過度的開發 我會用太多的資源 然而 就是像 我剛才講的 這樣一下來之後 大家可以看到 那邊的資源已經慢慢的 帶進 那邊造成很多 居住安全的問題 就是這樣 這是我的分享 謝謝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史拉 那我先跟我的法律法律 講一下話 趕快 其實 我剛剛講的是 我跟他們說 他們是老人家 他們才有資格 在這邊跟我們講 他們才有資格 在這邊跟我們講 那我剛才說 他們是老人家 他們才有資格 在這邊跟我們講 我沒有什麼資格在這邊跟他們講土地的議題 如果我講錯的地方的話請他來糾正我 我再自我介紹我叫史拉 我是來自華聯縣玉里鎮安通部落的年輕人 那誰知道安通部落有去過玉長公路的舉手 有通過玉長公路的玉長公路的 好像沒有很多 他在華聯縣玉里鎮 我的部落就在那裡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簡短介紹一下 我們部落土地流失這個情況 那繼續在講說為什麼不能排除私有土地 那首先我要先跟我們部落講 他除了跟大家講一下傳統領域裡面 除了土地之外還有很多很有自然資源的部分 在我們部落我們部落有名的部分就是溫泉 安通有一個溫泉 但是呢他是我們部落的安美族名叫安座 安座是尿燒味的意思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祖先遷徙到那個地方的時候 喝吸裡的水 一喝發現有尿燒味就安座 所以說用這個字命名我們的部落叫安座 全安美族的社會裡面只有一個安座就是我們部落 所以大家就知道尿尿吹尿吹尿吹就是我們部落 那安座代表的是我們祖先對這個自然環境的認識 他知道後來找到了溫泉 我們祖先叫溫泉 叫吉拉虎賴 吉拉虎是冒煙的意思 水冒煙水熱會冒煙 他把那個溫泉叫吉拉虎賴 日本人叫文姓 那日本人來之後呢 他把這個自然資源變成是他們的這個行館 那變成行館之後 我們的首先我們除了土地之外 我們在自然資源就被剝奪 那這個自然資源到國府時期 他變成是由政公所來保管 那政公所呢 玉璃政公所在民國五六十年的時候 又把這個溫泉賣給私人 導致呢 我們就我們 對於我們祖先所發現所使用的這個自然資源 我們現在變得沒有辦法使用 我們必須付300塊的門票到裡面去洗澡 對 而且因為大家都知道溫泉路頭 大家都一定會很會鑽 拼命打緊 拼命打緊 對 所以說溫泉周邊的人 周邊的土地呢 在歷史的過程當中 我們不若有人 有人的阿公 他因為六瓶米酒 那種大米酒 日本米酒 就跟人家換地了 然後他就想說 因為以前的老人家會覺得 這個地我還可以再開墾 因為他們有他們的這個領域 好 所以說你去如果去原住民地區 你看到有溫泉 有99.99999 都不是當地人經營的 當地人經營的很少 所以說我們在這過程當中 我們的自然資源就已經被剝奪了 那到了國府時期 我們剛才他有提到退府會 那時候國民政府 國民政府來到台灣 有一群農民 他們沒有地方住 那有一部分的人 被安置在花蓮的那個地方 就是我們部落很幸運 就挑到我們部落後面 對 那他就 他就選了我們部落後面來住 那我有訪談 住在那 從外面住在 這個地 我們部落後面土地的這個農民 他說他們當時強戰 各位沒有聽錯 他們說他們強戰 因為他們沒有屬地 那是在 國民政府的這個制度裡面 那邊是屬於公有的山坡地 他不是原住民保留地 前面剛剛聽到 這個條 阿美族很可憐 阿美族在那時候沒有原保地 阿美族原保地 到明後70幾年的時候 土地真化邊 在真化邊的時候 阿美族說 對你們可以登記成原保地 我們不像其他 布隆族 比較幸運一點點 對 那總之呢 呃 在這個過程當中 榮民開始住 那他們的土地怎麼從 沒有土地權 變有土地權呢 在民國53年的時候 政府發現有太多人去撕肯山坡地 於是他頒布了一個條文說 欸 你們可以你們去登記 那你們就可以乘出這個山坡地 好 那所以說那群榮民 他們就合法 從非法佔有 變成合法乘出這群山坡地 那到了民國 就像剛剛提到的 公地放嶺那個部分 八十幾年的時候 政府又頒布一個叫做山坡地 公有山坡地 放嶺這個辦法 他們就 那山坡地辦法裡面寫說 你只要民國65年以前 你有因為做一些水保持 政府持續在租地的人 你就有所有權 好 從那開始 我們部落後面的地 從一個變成所謂的部落的傳統領域 然後到公有的這樣子的一個山坡地 然後變成私有的土地 那個地方叫做安倫岸 安倫岸 在阿美族是很滑的意思 安倫岸就是我們對於那個地方的觀察 因為那個地方 它是一個山林的 比較沒有 日照沒有很多的地方 所以說它是一個很滑的地方 但是我們祖先對那個地方的認識 並且依照他對那個地方認識 給予一個名字 那就是我們的活動範圍 那你看從現在開始 它變成一個私有地之後呢 我們的以前我們在那邊米無愛 米無愛是藤 它是我們阿美族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植物 黃藤 我們又利用黃藤在各種的事情上面 編織 蓋房子 你想像的到座床 你想像的任何的東西 都會用到無愛 尤其是你的翻刀 你的握把 你會用到無愛 你會用到黃藤 那我們沒有辦法去那邊採黃藤 我們那邊的地已經不再是我們的 好 那到了當代這近幾年 富崑奇 講出來講名字可以喔 富逼逼 他說他要蓋一個纜車 那個纜車是宇宙級的纜車 他想從 他想從 台東的六十十山 蓋到花蓮的刺客山 全長大概有好幾 應該是全世界最長的纜車 那中間站就是安通 那我們很擔心的是 因為他要經過的地方是 因為為什麼大家都知道 中間站會在安通 因為安通有溫泉 遊客可以去那邊洗澡 洗完澡繼續抱 繼續做纜車到刺客山 欣賞一些美麗的金針花 那我們就會想 我們不過的就開始反對說 那你要蓋纜車 那個纜車的柱子 是不是就在我們的地上面 對啊 他是在我們的傳統領域上面啊 那但是 呃 承包的廠商就說 那邊不是元寶地 那邊不是元寶地 你們聽懂那個差別嗎 那邊不是元寶地 那邊是公有 公有山坡地 不是你們的元寶地 所以說我可以 在那邊 在那邊蓋 那那邊的溫泉業者 也會很樂見這件事情 因為 有人潮 他就會賺錢 但是他們的賺 他們所獲得的這個利益 部落從來沒有參與在這裡面 從過去日本時代 這個地方變成是一個溫泉的會館 然後一直到當代的這種 這種很重大的開發 部落都沒有在這裡面 都不知道 也沒有被諮詢 甚至是我們蓋了 浴場公路 部落也沒有被諮詢 雖然說他還有一些 部落有因此或一些工作機會 但是都是勞力的輸出 原住民在這種中間 從來都沒有被諮詢 所以說我們可以發現就是 從這種非法到合法的過程當中 到底原住民在哪裡 我們的領域 我的阿公帶著我去 從浴場公路帶著我去 跟我說 他說 他說 你看 他說 從這個零線以上 到那個零線以外 都是安通的傳統領域 我看 左邊看過去 右邊看過去 我根本看不出什麼 他跟我說以前 我們在這邊種水稻提鐵 如果有去過菲律賓的 知道那種世界文化遺產水稻提鐵 那種是很賺光的 我們以前就是在做這樣子的種植 而且用的是我們的智慧 我們沒有車 沒有人力去種水稻提鐵 但是現在那些地不是我們 我們的老人家 有的還要在上面跟座 但是也不再是做 做經濟作物 而沒辦法傳承我們的知識 剛才老師提到說 原住民有很多的知識 這些知識需要土地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文化人 跟文化人還有土地 是沒有辦法分開在一起的 我們跟土地互動 衍生出了各種不同的價值觀 宇宙觀 那個就是我們的知識 這個知識 教導我們怎麼成為一個人 去看待這個世界 去面對很多事情 我們很多 像阿美族的邏輯 就是跟中文完全不一樣 阿美族強調就是 我的行動 我知道 我這個 我猜想到我的行動 再去想說是誰 看待事情的方法 完全跟中文不一樣 那就是什麼 那就是一群人 看待這個世界的方法 還有態度 以及那個知識 那個知識是必須要被尊重的 那個知識是必須要被延續下去的 為什麼 因為當我們在強調這個多元性的時候 這個知識是重要的 因為他 他在不同的時空當中 跟不同的環境 所互動 所產生出來的知識 他是有他的重要性 但是我們今天 在這個化石辦法當中 我們看不到 我們看不到 如果今天 這個私有地 沒有辦法被 納入到這個辦法的裡面 來討論的話 我們原住民 大家都在喊文化 我們到底能夠傳承什麼 我們沒有土地 我們沒有辦法傳承什麼語言 我們失去語言 我們失去我們的知識 失去知識 我們還是原住民嗎 原住民的自稱 像我阿美族自稱 有叫阿密斯 有叫板詐 很多族的自稱是指說 他是一個人 如果我們今天 失去這個土地 間接失去文化 失去語言 我們還是人嗎 我不知道在怎麼樣 去跟下一代講說 我是原住民 我是阿美族 我是板詐 我不要談原住民 我是板詐 我不知道我要跟其他人講 如果我又有這個知識 我們很願意跟其他不同的人來溝通 來對話 因為這種豐富性 不僅豐富了別人 也豐富了我們自己 好 大概就這樣 謝謝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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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如果大家有來228共生音樂節的話 應該會知道 原青鎮今年的訴求是 哎呦 你們不要跳海吧 很大的一個原因是因為 海也是我們的傳統靈運 海 好啦不是這樣 是因為說 其實是因為我們想要讓大家 能夠更理解 到底我們在講的傳統靈運是什麼 我們想要讓大家去肯認我們 想要一起共生的這個事實 好 那什麼是共生 我們一直在談共生 共生 轉型針也在談共生 歷史針也在談共生 我們今天坐在這邊 也是要談共生 每一個人都一定是不一樣的個體 我們要去知道每個人的不一樣 去認識到每個人的差異 我們才有辦法去尊重差異 甚至去理解差異 到最後要變成 我們想要去肯認別人的差異 支持別人想要做他們差異的選擇的自由 我們今天坐在這邊 就是要去實踐我們想要選擇的自由 我覺得這個問題很簡單 我不用談太多關於土地 太多話說的辦法 太多政治性 太多幕後到底是誰在操控這件事情的東西 我只要談一件事情 我們有沒有這個能力 在這個現在的民主社會下 我們有沒有這個能力去選擇 我做什麼事情 為什麼要受到別人的牽制 今天我出來喊我要結婚這件事情 為什麼同性戀的結婚 會受到多數其他的人反對 為什麼我在喊勞工權益的時候 資本家可以這樣子反對我 為什麼我在談傳統領域的時候 你可以說 你怎麼知道你的傳統在哪裡 那這個你又怎麼說你是你的土地 我覺得我們都已經活在同一片土地上 我們每個人出生下來就在這片土地上 每個人都是這個土地的過客 我覺得 在這片土地上生存 我們不曾帶走這片土地上 但土地卻給了我們很多 但我們卻永遠不會了解到 在我們身旁的人 他們是怎麼過他們的生活 因為如果我們都只想到自己的話 但是如果今天台灣發生了一些天災 發生了地震發生了海嘯 它會分原住民還是非原住民嗎 發生地震的時候 它只會去震垮原住民 不會去震垮非原住民嗎 應該不會吧 因為我們就是共生 我們就是共生在這塊道理上 土是連在一起的 它不會分開我們 所以我們才會說沒有人是局外人 因為我們不能被分開 我們就是一體的 不要一直去區分彼此 不要去劃分彼此 但這個前提是 我們要能夠去真正的認識彼此 我個人對傳統領域這樣的辦法 其實我覺得我們這麼在意的點 是因為當這個傳統領域 真正的被大家開始看見的時候 除了是肯認我們原住民族 本來就存在的歷史事實 以及自然主權以外 更重要的是我們開始意識到了 我們要一起在這塊土地上生活 而這個土地上是沒有辦法分開你我的 謝謝大家 我是阿貴 我想就是 跟前面幾位的分享會有一點不同 然後 就是做一些我比較個人經驗的 分享這樣 對好 就是今天其實 有圓民臺的記者 然後突然要訪問嘛 然後就突然就被推出來這樣 然後其實他問了一個問題 本來就是我今天想要講的事情 就是 呃...為什麼你會想要來這邊 就是 即使你是一個 你的身份是原住民 那為什麼一個原住民的青年在 在台北生活 你可以很fancy啊 你可以到處去玩啊 為什麼你要 來這邊 然後把空閒的時間都 呃...在這裡利用 那 我想先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 先分享一個故事就是 其實 大家應該多多少少都知道 名字這件事情 對原住民族來講 是很重要的 就是 呃...我們可能會有取名的儀式 然後 在名字裡面會有很多意義 所以 很多時候 你遇到 長輩 然後他就會問你說 欸...你叫什麼名字 那你哪一族的 你叫什麼名字 然後接下來的一個問題就是 你來自哪裡 你是哪一個部落的 然後...就我自己而言 嗯...我其實到...前兩年之前 我都是沒有名字的 就是...呃...就我的感覺 自己來講就是 你沒有...這個文化給你的名字 對我來說 其實就是這個文化 並沒有接納你 即使...我的戶籍 坦本上 是有這個...就是原住民籍 你是阿美族 即使我可以有很多...呃... 就是...政府的措施 大家...呃...政府把你看成是一個原住民 但是...對我來說 這件事情一直都還是一個...缺憾 然後...再來就是 我以前會很怕別人問我說 你是來自哪一個部落的 因為...從我的父親開始 他一路是從... 光復...他在光復出生 然後...有搬到成功一陣子 然後...後來在玉里 然後在玉里定居一段時間之後 很早就搬來台北生活 所以... 當有人問說 你是來自哪個部落的時候 其實我沒有辦法像...在以前啦 我沒有辦法像哥哥姊姊弟弟妹妹這樣說 啊...我是來自哪一個部落 然後...呃...我是誰的小孩什麼等等的 所以... 我想談的是... 我們...在這幾天一直都有在講說 關於傳統領域 關於土地的議題 沒有人是局外人 那...除了我們對... 主流的漢人社會溝通 沒有人是局外人之外 其實我也想來...鼓勵 就是鼓勵一下... 原住民的青年 如果你一直都在...都市生活 你沒有...部落的經驗 然後...你的...家裡可能也都沒有部落的土地 然後...在你的成長過程當中 你不知道... 我們自己這個族群是怎麼樣看待土地的 是怎麼樣利用自然資源的 就我自己來說 關於...很多阿美族的...文化啊 然後...阿美族的...一些...特徵啊...什麼等等的 其實...我是從書本上看到的 我是從文獻上看到的 但是...呃... 為什麼缺少這種部落的經驗 那你還要在這邊投入 你還要參與 還要去...發揮一點點自己的影響力 對我來說最重要的就是... 我想找到一個回家的方式 我想找到一個...不只是我認同... 我自己是...板戰 然後...我的家人...可能...我的族人...也會認同說... 呃...這個...這個年輕人是有心的 然後...我們是在一起的 所以...對我來說 跨這個傳統領域... 辦法公布這件事情 為什麼...我會覺得說 我必須要再...站出來一點點 一個...呃...很多原因是 剛才幾位都已經有提過的 它會造成...呃...很多的影響 然後...讓...這個...轉型跟歷史的不正義 繼續延續下去 但是...對我自己個人來說 更重要的是... 身為一個都市的原住民 我們...很有可能是因為 讓政府的一個政策 一個劃設辦法...一個法律 就阻斷了那一條...我們想要回家的路 會阻止我們...想要回去學習...的那個可能 所以...對我來說...一個...原住民的青年 一個...在都市生活 你沒有在部落...真正的生活過的 然後...你不了解部落的需要是什麼 但是...為什麼在這個時候 你還是必須要出來盡量的了解 甚至是讓...帶著你的身體到這邊 可以跟更多的族人溝通 更多的族人對話 好...這會是我覺得...之所以我會... 坐在這裡的原因 對...然後... 我大概先分享到這裡 就是...你如果還有什麼問題 我們等一下還是可以繼續這樣 好... 非常謝謝幾位青年朋友跟我們分享 那有好多不一樣的觀念 從不同的文化...文明的想像... 世界觀...以及他們個人的經驗... 還有過去歷史... 這些土地是怎麼樣子被... 化為公有...然後... 後來又變成私有... 那...但是呢...說講完之後我們... 可以先幾個問題想... 先確認一下...就是... 你們的最根本的訴求... 是什麼... 在...現在這樣的地方... 然後...你們有... 策略嗎? 尤其是... 剛剛也講到就是說... 要熟悉國家的武器... 法律...等等... 那...有什麼最直接的你們... 你們希望能夠... 可以做得到... 或其他... 在這裡的朋友可以幫忙的嗎? 我們的訴求很簡單... 就是... 廢止這個不好的辦法... 然後... 立這個不好辦法的人下台... 那...如果他下掉... 我們不時就離開... 我們希望他是有一個... 可以接受... 經過很多對話... 討論出比較可以接受的辦法... 我們才會離開... 蠻簡單的... 但是... 他們一定很懶得... 會很慢... 我們會... 一直住在這裡... 反正說... 六千天... 所以現在是沒有... 對話的管道嗎? 我們第一天來到這邊... 要下那個... 帳篷... 要做一個記者會... 因為可能會下雨... 我們打電話... 要不然我中間... 不打電話給... 搖仁多... 打電話給他... 他沒有接... 然後... 他們工作人員說... 待會開完會... 會回電話給我... 到現在... 都還沒有回我電話... 這... 300公尺... 是... 最遙遠的一段距離... 所以... 在... 中間... 並沒有這個... 機會對話過程... 你們是... 希望在這裡等到... 他們來... 不用來... 不用來... 只要... 那個辦法... 立好之後... 那個人下台... 我們就會離開... 很好的辦法... 突然之... 我們自己會離開... 不用下來... 那... 所以你們有一個... 新的方案嗎... 就是... 希望能夠立什麼樣子的法... 如果... 應該是要有一個... 轉型爭議的條例... 就像不當黨場委員會一樣... 或者像現在... 民進黨的... 五個優先的法案... 有個促轉條例... 他們的促轉條例... 沒有原住民... 不知道是我們... 膚色太黑... 還是我們的政黨原生不對... 還是我們住得太久... 都不符合他們... 那... 這個... 這麼高度的... 轉型爭議的... 法案去做的話... 再多的辦法... 再多的... 原機法... 撞來撞去... 都... 不會是很好的辦法... 那... 即使要想問... 小英... 你要不要做... 還是你只是要道歉... 你願不願做... 真正轉型爭議的事情... 這不是法律的問題... 昨天有一個朋友... 傳了很好的消息說... 他的... 老師... 他的朋友... 很多是大法官... 大法官朋友... 很多很多很多建議... 我們要會論述... 我們要會... 我們不會跟他們... 談法律的問題... 我們是跟你談真相... 這塊土地的歷史... 到底... 來龍去脈是怎麼樣... 誰曾經住過... 誰被趕了... 就像賽德克巴萊... 趕來趕去... 最後... 最後住到哪裡... 我們要問的是... 這個事情... 我們也不會跟你談... 這金權... 不跟那所有捲菜產權... 我跟你談土地的真相... 到底是什麼... 你敢不敢面對... 你願不願意面對... 那面對之後... 如何談判... 如何協商... 那是很後面... 很後面的... 但是... 我們8月1號... 往前面衝過去... 但是我們回頭的時候... 都沒有... 後面都沒有人... 我們的背都很冷... 但是我們今年... 正在這邊... 回頭有... 將近200個年輕人... 在後面... 還滿到... 感到溫暖的... 不會啦... 我們今天... 人還算... 蠻多的... 大家可以再擠一下... 因為後面已經通車了... 所以可以... 再往前面一點點... 也比較安全... 那... 現在我們有... 有... 原轉會... 原... 原推會... 原民會... 那... 他們不知道你們的聲音嗎? 他們應該看得懂報紙嘛... 其實他們... 明明會也不用來... 直接下台就好... 真的不要浪費時間... 我們在這裡是違法的... 你們現在... 應該是合法的... 但是我們就在那裡... 這個... 違法的... 他說... 你們要來抗議... 如果去申請的話... 一次要3萬塊... 我們... 把那一... 那部站起來... 不好意思... 我們沒有3萬塊... 如果小英借給我們... 我們也不要申請... 我們要凸顯的是... 這個... 統治者... 搶走了我們的土地... 我們來這裡抗議... 他說... 你要按照這裡的辦法... 這樣... 這樣... 申請兩天... 申請一次... 3萬塊... 我一個禮拜後之後... 再還你... 2萬... 然後... 3萬轉來轉去... 你要了... 20萬... 你才可以在這裡... 抗議7天... 抗議是要有資本的... 我們... 連抗議的資格都沒有... 我們要多選的是... 我是非法的... 警察... 你敢拿拆我們嗎... 你敢嗎... 這不是... 法律的問題... 這是政治的問題... 我們要凸顯的是這個... 是... 這當然就是... 刻意的違法凸顯出... 某一層面的不正義... 來推動政策的改變... 那這就是最典型的... 公民不服從的概念嘛... 但其實我們今天... 我們面對到的是... 這樣子的政治權利... 那... 就像土地之前... 慢慢被剝奪掉... 不管是坑門拐騙的各種方式... 然後... 後來被剝奪掉的過程... 人家佔了你的路... 然後還跟你要過路費了... 那... 其實還是這樣子的概念... 但是... 但是在這樣子的情境底下... 我是... 呃... 就是... 在想的是... 我們除了... 呃... 讓大家能夠了解到這件事情... 而且... 圓民會裡面... 其實也應該... 也都有人會知道... 呃... 土地對於原住民的重要性... 那在政治的面向... 呃... 你們還有什麼樣子的... 呃... 其他的可能性嗎? 那... 我們會住在這裡很久... 我們常常... 全國的... 族人都滿關心的... 會寄禮物到... 卡達格蘭大道一號... 那我們... 常常... 會... 大家很多的愛心... 跟很多東西吃... 我們不好意思拒絕... 這是我們的運動傷害... 為了解決這樣的傷害... 我們每個禮拜... 會跟各個部會去問... 你們... 我們下個禮拜... 二... 一點半... 在這裡做個記者會... 跟... 有關於... 林務局... 因為林務局... 佔的面積佔全國45%... 記者會之後... 我們會... 走路到林務局... 問他們... 到底... 砍拔了多少... 原始林... 到底... 砍掉了多少的木材... 那... 未來要怎麼做富裕... 那...這些... 那... 傳統林... 跟... 林務局的土地中間... 如何共管... 如何... 讓原住民自己管理... 很多的問題... 但是... 這個局長還不錯... 他願意跟我們對話... 到那邊會... 跟他... 跟他... 希望他有很好的回復... 在小英的道歉之後... 我自己認為... 各個部會第一名... 即使是... 林務局... 他在第一個禮拜... 就讓原住民... 可以開放去採集... 過去... 很多的族人... 為了要採藤條... 採很多東西... 都是違法他... 被抓起來... 林務局第一個禮拜... 就... 回應小民的政策... 然後最近... 前一陣子也開放... 讓原住民... 自己去管理山裡的動物... 方向都是對的... 那... 原民會相較之下... 不僅沒有得分... 還是負分... 把一百萬公頃... 弄不見... 所以... 我希望這林務局... 是很好的開始... 那我們下下禮拜... 我們希望有一百個朋友... 現場一定會超過... 對不對... 我們那邊去台塘... 只有二十個人... 警察都比我們多很多... 有點不好意思... 那是第一次練習... 那我們下一次是正式的... 這個... 下個禮拜... 一點半... 陪我們過去好不好... 那我們下個禮拜... 可能去國家公園... 會去很多很多... 跟傳統林有關的部會... 我們一個也問... 到底... 轉型正義是真的... 還是假的... 而且... 讓台灣... 走向另外一個... 比較... 舒服... 比較平等的... 狀態... 嗯... 有什麼樣子的方式... 或者希望... 希望... 裡面有什麼樣子的人... 可以聽到你們的聲音嗎... 我們... 下個禮拜一... 的十點... 會辦一個記者會... 我們已經統計出來... 原住民的立委... 花東... 嗯... 劉兆豪... 還有蕭美琴... 或者其他關心原住民立委... 他們的態度... 支持與否... 我們下個禮拜一... 會公布這個答案... 然後... 影響內部立法院... 然後... 我們可能... 禮拜三快的話... 我們會公布... 裡面三十個原轉會的委員... 他們支持與否... 目前是十二位... 不支持... 那... 原住... 那個... 推動會那邊... 二十八個委員... 本來有十五位... 已經過半不支持... 但是... 聽說有一位... 阿美族的朋友... 繞跑... 可能被... 撤反... 不知道... 可能剩下十四比四... 但是我們會... 一一... 請... 請教他們... 對這個辦法支持與否... 然後... 希望能夠有壓力... 但是... 其實我們在這裡... 做個記者會之後... 總統的回應是說... 要交給原轉會... 來討論怎麼樣... 滿生氣... 滿生氣的... 本來... 小燕的... 道歉裡面... 說十二月一號要開會... 他們可能十二月中才要開會... 對不對... 把小燕的話... 當屁話... 你說這種人要不要下台... 說九月一號... 說十一月一號... 沒有一件事情... 時間... 都不對... 沒有關係... 內容也是空的... 既然是零分... 那至少... 九月一號... 十一月... 十二一號做到... 光時間點... 總統講的話都可以... 這樣子... 不認真...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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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十二月開會之後... 根本沒有討論這一題... 現在出麻煩的時候... 還叫給他們來討論... 什麼生氣... 更生氣... 我根本不指望... 那裡能夠做出什麼東西... 如果開完會之後... 誰來執行... 裡面有人做事情嗎... 聽說有四個人... 可能還在面試吧... 有辦公桌... 有辦公椅啦... 下一次... 可能六月開會... 馬上... 一整年... 到七一年... 八月一號... 會有成果嗎... 騙得好大喔... 騙得好兇喔... 根本不會有成果嗎... 你說的他們是... 原轉會... 三個月開一次會... 能夠做什麼事情... 你看不當當場委員會... 對不對... 去抄國民黨... 去凍結財產... 婦聯會... 教國團... 一件一件一件... 每天都在震動... 那那個開一個會... 是辦一個講... 恭喜你得到委員... 恭喜你... 謝謝你... 只有這樣的功能... 能夠期待嗎... 不能夠期待... 我們住在這裡滿重要的... 如果他有看到我們路過的話... 好... 我們當然是期待這裡的朋友... 大家可以把照片啦... 影片啦... 傳播出去... 讓多一點的人... 多一點的人能夠看到... 那我們現在... 我們開放底下... 就是... 朋友的各種的提問... 我想就是... 大家都可以就... 剛剛所聽到的... 有相對比較不清楚的... 不管是歷史上的... 或是他們概念的... 大家都可以來提出... 或者有比較尖銳性的... 政治的... 面向的... 其實也可以提出... 因為... 我們不知道... 為什麼... 比如說... 袁明慧是... 這樣子做... 背後的這些的... 理由... 其實我們也還... 還不清楚... 那... 有沒有在現場的... 就是... 朋友可以開始... 有問題... 或者是想要... 有一些評論的... 或者要補充什麼樣的資訊的... 多歡迎大家... 有嗎? OK... 不好意思... 麥克風有點... 有點短... 請... 請... 主持人... 好... 前面幾位精英... 各位同學... 這邊還有老師... 我也是... 東華大學的學生... 我是... 阿納羅伯吉拉爾... 阿納羅是我的名字... 羅是... 父親的... 巴吉拉爾是我的始祖... 好... 所以... 我的名字就是文化... 所以我們... 我現在要講的是... 傳統領域的主體性... 好... 我要講的是... 傳統領域的主體性... 呃... 剛才有很多... 前面精英都講過了嘛... 我就... 不講那些... 我講部落... 我們的部落... 我旁邊有馬太安... 好... 就是... 北邊有馬太安... 北... 西邊有馬太安... 北... 東邊... 有... 太巴朗... 我是... 南邊的... 南邊有個部落... 所以... 可以看到... 傳統領域畫不見了... 就是我的部落... 這個... 好... 我的部落已經... 畫到不見了... 所以... 九十一年... 九十一年... 我們就開始畫了... 其實... 更早以前... 我們已經... 在做了... 九十一年是... 營民會... 指導... 我們去做... 傳統領域調查... 當時... 麻藥也在... 因為我們... 台坦... 那個時候... 還沒有種... 還沒有種樹... 那時候... 還有... 甘蔗... 正要停產... 所以... 我們開始... 做傳統領域了... 那... 在傳統領域之前... 我們這個... 土地... 在很早以前... 在日本時代... 那一區... 大農大部... 平地森林... 手造裡的... 那一塊... 兩千多公頃的土地... 有一半... 就是... 南北一半... 日本時代... 在... 西邊... 被占領了... 國民政府時代... 東邊... 占了... 全部... 然後... 我們的... 部落的人... 全部都... 被驅離... 到... 大清... 到... 馬佛...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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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 傳統人議... 蓋了之後... 我們調查完了... 我們就把機廠蓋起來... 因為... 之前... 我們的機廠存在... 然後... 日本... 把機廠打掉... 再蓋他們的... 城舍... 然後... 後面... 就是... 台坦... 再蓋一個... 那個... 柱伊池... 前後... 那邊有我們的耕地... 那邊有我們的... 那個... 淪修耕地... 有... 淡水漁場... 有列場... 有列郡... 有廖望台... 甚至於... 我們還有... 祭祀場... 這樣子... 這些... 在91年... 我們就把這個... 傳統人議的地名... 全部調查完了... 總共有... 134個地名... 還很多... 在98年... 100年... 再調查一次... 所以... 變成... 前朝... 後朝... 我們都有在調查... 但是... 調查完了之後... 就是話不見了... 我們的傳統領域... 我們的部落也不見了... 但是... 人... 最重要的人... 是我們的政據... 還存在了... 所以現在在... 周邊... 各個部落... 所以... 我們可以反思... 不管這個政府... 在用什麼手段... 人都在... 都還在的時候... 我們還有機會... 我們都有機會... 所以... 自從... 我們知道... 凱道... 有我們的同胞... 在... 在這裡... 夜宿... 我們... 部落也知道... 才... 前幾天... 九號... 圓明台也到部落... 我們也發聲了... 我們針對... 台塘... 好... 圓明台到部落... 我帶他到我們的原地... 現在... 我們的土地... 所有... 在... 大農... 大富上面的... 土地... 全部給台塘... 上去... 送樹... 他們現在已經種了... 嗯... 一千五百多公頃... 剩下幾塊地... 那我們... 好... 跟... 那個... 台塘... 乘起的時候... 說... 我們... 原住民... 要用土地了... 因為這個... 這一塊... 是我們的傳統頁... 他說... 你要來用土地... 請你拿錢過來... 你要用租的... 啊... 我們就認租了... 我們要使用自己的土地... 還要拿錢出來... 啊... 存出這個土地... 一公頃... 四萬塊... 好... 押錶金... 一萬塊... 再來一個... 好... 就是... 保證金... 還要一萬塊... 就六萬塊... 我要蓋一個... 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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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堆肥區... 再抽一萬塊... 多少來... 就要將近十萬塊... 原住民... 去哪裡拿那麼多的錢... 但是... 我們還是要回家... 我們就想辦法... 把錢出出來... 我們就... 把這個... 租金... 付了台湯... 為什麼... 這就是... 羞辱... 羞辱我們... 羞辱我們的時候... 我們還是要回去... 因為這是我們的... 祖靈地... 我們的祖靈在... 我們的土地就不會有... 消失了... 這就是我講的... 我們的傳統領域... 一定要有... 主體性... 一定要有人在... 你... 當你沒有人在的時候... 你的傳統領域... 已經... 不是傳統領域了... 因為... 它已經把你... 所有的錢力都帶走了... 像... 我們台湯... 為什麼它可以... 親上我們的土地... 因為它... 發明了一個錢狀... 它用錢狀... 就可以把土地... 帶走了... 因為我們沒有文字... 我們沒有根據... 也沒有... 但是我們有... 習慣法的時候... 我們的權力... 我們的力量... 就不夠了... 所謂的習慣法... 我們的生活... 我們的一些... 隆修耕地... 我們的耕地... 我們的技場... 這些都是我們的習慣... 我們加一個法... 我們的耕地... 周邊... 我們... 綠了... 我們種了... 檳榔... 我們種了... 香蕉... 我們種了... 一棵樹... 都是我們的界限... 我們砌了石頭... 這個就是我們的錢狀... 鋪路的錢狀就是這個... 因為我們沒有文字啊... 但是日本時代的時候... 它用什麼呢... 也是用土地登記啊... 土地登記... 就把我們的土地... 就拿走了... 日本時代... 用台帳... 叫我們繳稅... 他就是用這個方法... 去騙走我們的土地... 那我們現在... 台帳... 土地登記... 一直到... 權壯... 徹底的把原住民的土地... 全部攔掉... 切走... 脫走... 侵占... 然後還要羞辱我們... 我們要使用自己的土地... 還要付租金... 但是... 原住民... 要怎麼辦呢... 我們難道這樣子就要放棄了嗎... 所以... 鋪路運動... 就是要堅持到底... 不管... 我們是吃虧... 我們還是要繼續... 為什麼... 我們最後還是要... 走到... 談判桌上... 我們要跟台帳... 談判... 我們要跟... 野民會談判... 就像... 各位精英一樣... 你們這麼厲害... 能夠... 維持到... 這麼多天... 就是... 我們的希望啊... 所以部落... 一定會來支援... 是這樣子... 謝謝... 謝謝... 其實我們這邊... 也涉及到... 我剛剛說的... 兩個不同的... 所有權的概念... 我們現在還有更... 更複雜一點點的想法... 剛剛阿庫已經有講... 有講過了... 名字很... 重要... 那... 其實如果大家有看過... 神隱少女... 漫畫會知道那個... 千尋... 他是為了要尋找回自己的名字... 這件事情對他來講很重要... 可是對於... 許多現代生活的人覺得... 名字... 還好吧... 那如果你這裡... 沒地方住... 你到另外一個地方去嘛... 好像也沒有什麼關係啊... 比如說... 叫不叫台灣... 或中華民國... 好像也OK嘛... 對不對... 就是... 現代人的觀念跟... 這個過去... 或比較有傳統思維的... 不管是原住民... 或者是... 相對比較有傳統思維的文化... 上來是認為... 名字... 這件事情是跟他們... 的... 名魂... 或跟他們的整個生命... 是相連在一起的... 那其實這裡已經... 有很深的... 兩種不太一樣的... 文化的理解了... 我想這裡如果要到... 大家都能夠認同... 那能夠溝通... 這是很長的一段路... 要走... 好... 那... 還有其他的... 其他... 在座朋友可以跟我們分享... 或者是... 或者有問題嗎... 因為剛剛... 剛剛也有同學問到... 嗯... 也有提到自然權利... 對不對... 那我們剛剛還有講到自然法... 也許等一下大家都還可以... 再... 就是... 進一步解釋... 嗨... 大家好... 我在這邊的話... 有一個自己... 就是... 剛才聽下來... 然後... 我會有一個... 自己的一個感觸... 然後... 待會還有一個問題要問... 那... 我先講我的感觸好了... 就是我先講我的身份... 那... 外公外婆... 分別代表山東... 阿美... 閩南... 客家... 等於是我身上有四個... 四大不同... 台灣... 原則上四大不同的... 群組的線... 但是... 我小時候一直很以這個為... 就是... 自己... 就是很... 就是很驕傲... 我會到處跟人家說... 我是文化大榮奴... 但是到了... 展大一點之後... 我才發現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那今天就先講我... 阿嬤的事情... 我阿嬤就是一個... 阿美族人... 就是照我爸爸這樣講下來的話... 那... 可是... 當我到大的時候... 我朋友會問我說... 欸...阿你會講阿美族的語言嗎? 我突然意識到... 欸... 靠... 我從小到大... 我...活了十幾年... 我... 每次跟我阿嬤講話... 我阿嬤永遠都只是講... 一口流利的台語... 我從來沒有聽過他... 講過任何的族語... 然後我就去問我老爹... 就說... 欸...為什麼... 我沒有聽過阿嬤講過那個... 阿美族語... 然後我老爹就說... 因為他十幾歲就... 嫁到嘉義這邊來了... 那... 為什麼會有這個原因... 其實我一直也都不清楚... 直到我才... 到剛才才理解到... 原來阿美族... 他們在之前的... 可能... 他們生活的環境被剝奪... 那... 所以他們沒有地方住... 甚至沒有工作... 那些的... 然後... 所以他們被迫要離開... 他們原來的故鄉... 然後... 嫁到嘉義... 然後要嫁給... 像是我爹爹這種... 三四十歲的老頭子... 但他們才十二十三歲... 要嫁給一個... 三四十歲的老頭子... 可是有夠水小... 然後... 就是... 等等這些... 那... 真的讓我覺得... 就是... 恩... 就是... 包含不只阿美族... 而且我連客家的... 是什麼我也不知道... 然後阿美的文化是什麼... 我也不知道... 那... 我在想的一件事... 就是... 文化大榮爐... 到底把我榮出什麼樣的東西來... 我覺得我只是一個... 就是... 榮到最後... 就是... 我看不見我原本的分子... 只是變成一個... 就是... 被培養出一個... 中國人... 的感覺... 我們的故鄉在中國... 然後... 我只會講中國話... 這種... 東西而已... 那... 另外一點... 就是... 痾... 剛才聽下來這麼多... 就是... 當... 我想到一件... 痾... 就是... 就是... 當我們人民在對抗... 像是資本家或是政府的時候... 就像是... 被比喻成雞蛋對成高牆... 那現在... 資本家跟政府他們學聰明了... 他們在高牆外圍在鋪上一層雞蛋... 也就是... 鋪上一層弱勢... 就像是說... 我們現在... 要去徵求... 痾... 可是... 政府他們就要開始去... 要... 要求... 另外一派的人說... 欸... 原住民要來搶你們的土地了... 這時候就變成兩派弱勢在爭奪... 可是政府他們還是爽爽的躺在那邊... 啊... 你們吵... 哈哈... 跟我沒關係... 等等... 那... 我們應該要怎麼去面對... 就是... 我們還要奢求去攻擊那個... 那一道高牆... 可是高牆前面有... 還有一排雞蛋擋著... 幫他擋著... 那我們應該要怎麼去... 處理這些事情... 那沒有什麼想法... 這也是一個很... 很尖銳的... 很實際的... 政治策略... 考驗大家... 政治智慧的問題... 好了... 我... 我40歲的... 老年人先不要講話... 嗯... 首先我先... 嗯... 講... 就是... 剛剛這位同學講自己... 就是... 奶奶的例子... 就是... 嗯... 他讓我想到... 嗯... 上面的... 問題... 有一點關聯... 嗯... 我外公的姐姐... 就是... 嗯... 長... 從小長得很漂亮... 為什麼要講童話故事... 我外公的姐姐... 嗯... 長得很漂亮... 我們沒有看過... 然後大家都說他長得很漂亮... 然後... 我外公有一陣... 他從小到大... 有一陣子... 很討厭... 嗯... 漢人... 就是... 他... 他對漢人的印象就是... 因為他姐姐... 嗯... 長得很漂亮... 然後後來有... 嗯... 漢人的老師來部落教書... 然後... 後來他們就談戀愛... 最後... 姐姐嫁到... 嗯... 嫁到夫家的時候... 會有很多這種原住民的例子... 就是... 嗯... 不只是他可能嫁... 他通常... 嗯... 那個年代的原住民... 的女生嫁過去的話... 常常... 婆家會希望他把... 過去的文化全部都丟掉... 所以... 嗯... 我外公的姐姐... 他是... 嗯... 傳統服飾也被丟掉... 那他們完全禁止他跟家裡聯絡... 那... 我外公他... 跟姐姐有點... 年紀有點差距... 所以算是姐姐帶他長大... 所以對他來說... 嗯... 是一個... 會把他的... 家裡... 奪走的... 東西... 對... 他有講... 我外公個性非常溫和... 可是他講到這件事的時候... 會... 很生氣... 他講說他小時候... 很... 餓... 沒有東西吃... 他的姐姐... 嗯... 嫁出去之後... 沒有再回來了... 然後他在... 嗯... 他在... 看別人家裡的... 嗯... 景象... 然後想到自己的姐姐... 然後... 外公的背景是貴族... 那其實這個... 嗯... 這個就講到就是... 當... 當開始... 外來的文化進來... 資本主義進來以後... 整個文化的結構... 開始受到動搖... 那... 嗯... 一般會覺得我們這個... 概念跟... 你要跟整個政府... 整個主流... 甚至其實... 以整個世界觀來說... 它是... 嗯... 美國傳過來的概念... 那美國世界大國... 大家覺得... 啊... 這個... 這個浪潮... 我們擋不住... 嗯... 我會覺得... 從自己的... 就像我們今天下午在反核... 他們上台都會講說... 政府會有很多政策... 什麼... 我們要蓋一個... 那個什麼工廠... 又反而弄得很複雜... 那其實... 我覺得最基本的是... 從自己開始做起... 你要怎麼去清楚的知道... 嗯... 這個東西... 你... 你自己的原則... 是不能被影響的... 那你自己的... 你自己不被影響... 你才有可能... 開始去影響其他人... 我們現在這個社會上... 資訊很多... 那... 常常會有一些... 很多年輕人可能... 我聽到這個資訊... 覺得... 聽起來... 當然你接受度很好... 是很好... 你有很多的想法... 你每個資訊都去聽... 可是你要有自己一個... 最根本的原則... 你不能動到... 你不能覺得... 今天有人跟我說... 不然你們就走法律... 我又去專研法律... 不然你們怎麼樣... 你又去怎麼樣... 可是你要最根本的了解說... 我們今天在這邊抗爭... 傳統領域... 對原住民的重要性... 為什麼他不能... 他不能就這樣子不見... 他的重點在哪裡... 他的重點在於... 他是整個... 整個一個族群的... 他的... 在社會上... 地位的一個代表性... 那... 你了解到這一點之後... 你可能會覺得... 我才自己一個人... 我覺得很多東西不是... 嗯... 一個人當然是... 就很像... 我就會心裡想說... 為什麼... 全台灣2300萬的人... 沒有一個人... 就一塊錢給我呢... 就是大家都一塊錢... 那我就2300萬... 我就不用工作... 這對大家來說不難... 對... 我小時候會想這件事情... 對... 其實那個... 一個人的力量很大的... 嗯... 以原住民概念來說... 你如果跟土地共存的話... 你可以把自己想成水... 每一個人都是一個媒介... 那你如果是好的媒介... 你就會帶來好的影響... 你如果今天是一個不好的媒介... 或是你只是一灘死水... 你就是僵在那邊... 所以... 嗯... 當然這個世界很大... 政府... 雖然是民主... 民主政治... 但政府好像... 也... 弄得好像很大... 對... 那這是不對的... 所以... 其實... 我覺得真的就是從自己... 開始做起來... 對... 像我以前小時候... 也不喜歡... 漢人... 就是... 嗯... 我在都會去長大... 那... 小時候... 我們小時候就是... 常常會有... 同學可能就說... 啊... 你好黑喔... 然後我就說... 你才醜咧之類的... 真的... 就是... 但是你長大到某一個程度... 你就發現這樣是不對的... 你知道你突然講... 你才醜... 才會呆掉... 你就以為你贏了... 但是其實你沒有贏... 對... 你並沒有贏... 然後... 我小時候一直以為... 就是... 因為小時候你看課本... 就是一直講... 要反攻大陸... 所以我一直以為... 好像到民國某幾年... 然後漢人會去港口那邊... 排隊上船... 然後一起全部送回... 中國住這樣... 我小時候一直以為... 會有這件事發生... 那我到長大... 才發現說... 不對... 我們都是一起... 在這塊土地上面... 生活的人... 不管是客家人... 原住民... 閩南人... 有些是... 比較晚來的... 我們稱他為外省的... 對... 那我們是一起... 在這塊土地上生活... 你必須是... 去了解那個族群... 那你才有... 就像前後面講的... 才有對話的可能... 那你才有對抗... 你覺得不公正... 不公義的事情的力量... 所以... 簡單來說... 講那麼多... 簡單來說... 就是... 做自己... 個人的部分... 非常的重要... 好... 我補充一下... 就是... 你剛剛提的那個問題... 其實是... 這個... 整個社會要去面對的問題... 那... 我先談一個... 就是... 人的歧視本來就... 會存在... 呃... 大家... 在議題的時候... 會拿彼此的歧視... 來去... 來去... 突顯那個議題的... 問題... 比如說... 台灣在談... 談... 東南亞移工... 台灣人會... 歧視東南亞移工... 比如說... 在談... 其他議題的時候... 不同的族群... 還要拿彼此的歧視... 來去... 互相爭鋒相對... 但... 這個歧視... 是從哪裡來... 歧視... 是... 從... 不了解... 開始... 所以其實... 像... 原青鎮... 就是... 就是... 原青鎮... 就是我們... 現在這個T恤... 其實... 原青鎮... 常常在做的一件事情... 已經是... 已經... 不再是... 過去可能... 原住民團體... 常常是要跟... 內部... 原住民自己內部... 來去做對話... 我們要去要回什麼東西... 我們要去... 呃... 去... 呃... 要求政府... 返還什麼樣的權利... 可是現在這個社會... 大家已經開始是... 呃... 這個社會已經變得... 比較不一樣... 跟... 跟過去比較不一樣... 所以我們... 現在... 要去面對的問題... 不是只有... 原住民族內部的問題... 我們要跟... 更多的大... 大... 去做對話... 不僅是... 我們要去了解... 這個社會在想什麼... 別的社會也要來去想... 原住民到底在想什麼... 所以... 很重要一點就是... 原青鎮... 最近就是... 不斷來... 再去做... 就像今天辦這樣的講座一樣... 我們去跟這個社會去做對話... 我們發出我們的聲音... 聽聽看... 不同社會... 對我們的疑問是什麼... 我們自己也必須要去了解... 不再是... 封閉在自己... 原住民族社會裡面的想法... 這個是... 這個是一個開頭... 這也不會是... 有終點的一件事情... 這是要不斷去做的一件事情... 好... 非常謝謝... 溫馨剛剛... 慢慢接受... 漢人... 呵呵... 有被接受的感覺... 謝謝... 對... 我們剛剛講的這些... 歧視的問題... 當然... 就是... 都無所不在... 其實我個人... 昨天也... 也有一件事情... 非常非常的... 難過... 因為... 這幾年來... 很多... 有關台灣啦... 台灣主體議事的事情... 但是昨天也有網友來罵我... 就說... 我講話... 講話怪唱怪調... 然後... 就是... 這什麼鬼中文... 然後... 是... 假外省人... 或者是... 想要假裝當外籍... 就是... 假裝當高級外省人... 什麼等等的... 也... 也都還是有這樣子的... 我們... 我們在社會上還是有很多... 很濃的... 這一類的... 這一類氣氛... 但是也許你... 如果你理解... 就是... 它的背景... 它怎麼來的... 也許你會對於... 這麼簡單的這種歧視... 你自己會... 就是... 會知道... 這可能... 背後還有其他的... 其他的原因... 那... 我們現在呢... 還有... 其他的嗎... 不過... 不過剛剛並沒有完全的回答到... 就是... 啊... 現在... 就是政府越來越厲害... 在高牆上面放了... 放了雞蛋... 你們... 怎麼辦呢... 這可能... 接下來還得... 還得再思考的一個政治策略... 好... 這裡有... 這裡有... 這裡比較長... 是吧... 好... 就是... 嗯... 我剛剛其實聽了... 那個同學的分享... 然後還有... 綜合以上的分享... 我今天也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 我上大學前... 所經歷的任何事... 我先從... 我的名字的意義開始... 就是... 我自己本身也是一個文化大熔爐... 我們家... 也是客家閩南... 阿美... 跟... 外省... 我們家... 其實協約很複雜... 我的來歷也很複雜... 然後... 我的名字... 叫... 啊... 我父親的名字姓謝... 所以我的... 以前的名字叫... 謝清智... 然後... 我要回應的是... 同學講... 名字的意義... 其實在漢人的社會裡面... 也有... 同學名字的意義... 清... 所以我的... 爺爺... 希望我... 就是... 可以... 解身自愛... 為人正直... 智... 是智慧的智... 他希望我就是一個... 很有智慧... 很有能力的人... 可以去影響別人的人... 所以其實在漢人的社會裡面... 他也會期許自己的子孫... 自己的孩子... 是一個... 什麼樣子的人... 大家的名字應該也是這樣吧... 然後... 我的母語名... 我叫... 阿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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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媽媽的名字... 胡丁的意思是... 魚... 然後... 我的阿嬤... 娶... 這個意思是希望... 我有聰明智慧... 希望我就是一個... 很有能力的人... 嘿... 然後... 再來就是... 我也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就是... 呃... 其實我覺得... 在現在的社會... 我們沒有辦法去改變什麼... 就像是... 我的爺爺奶奶... 是客家名男... 我的外公外婆... 是外省阿妹... 所以才會生下了我們... 阿... 至於我們生下來了... 我們能改變什麼... 沒有辦法... 但是我們可以對於... 我們自己做自我認同... 為什麼今天... 我可以認同... 我自己是阿美族... 為什麼我今天... 我也可以認同... 我自己是客家人... 原因是在於... 你自己的身上... 你怎麼認同你自己... 你認同你是誰... 然後... 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個... 就是... 我曾經遇過的一個經驗... 就是... 我在跟一個朋友... 在做交談的時候... 我就問他說... 你是漢人... 對不對... 他說對... 那我就問他說... 那你是客家人... 還是閩南人... 他就頓時... 傻在那邊... 看著我... 然後我就問他說... 不對阿... 你是漢人... 那... 你為什麼會不知道... 你是什麼人... 所以... 我覺得... 不會只是在我們原住民... 或者是在... 漢人朋友身上... 就是有一個問題... 就是... 你是誰... 其實每個人都有這個問題... 你來... 你了不了解... 你從哪裡來... 然後... 你們家族的關係是什麼... 其實每一個人... 都會有這樣的問題... 只是你不知道... 你何時會被人家... 問這句話... 跟你會不會講... 閩南語... 你會不會講... 客家語... 你了不了解... 你們的文化... 因為... 在現在的社會中... 就是大家都已經... 在... 就是... 會覺得... 我們就是這樣過來的... 所以你們不會像原住民一樣... 文化反思意識那麼的高漲... 對... 所以... 我的媽媽... 她自己就是... 呃... 就是... 外省人跟阿美族的孩子... 所以... 她嫁給我爸爸的時候... 其實我... 應該說... 到我上高中的時候... 其實我蠻納悶的... 我蠻納悶的是說... 如果你今天嫁給了一個漢人... 你是一個原住民... 可是你嫁給了一個漢人... 會不會有... 關於文化上... 你怎麼會讓... 你要不要讓你的孩子... 學母語... 你要不要讓你的孩子... 去跳鳳年記... 可是對於我... 我爸爸... 客家人的觀念是說... 你又不是原住民的孩子... 你是我們客家人的孩子... 那... 對於我來說... 那... 我該怎麼辦... 我會... 我會一直在思考的是... 我該怎麼辦... 可是我覺得... 這都不要緊... 因為... 你是怎麼認同你自己... 是你自己... 從你自己... 你願不願意接纳你自己... 是什麼樣族群... 你願不願意讓你自己... 成為什麼樣的人... 我覺得這是... 你們自己... 要去思考的... 對... 然後... 再來是... 回到傳統領域... 我自己有一個經驗就是... 就是從小... 我也很喜歡跟部落的阿公阿嬤... 或者是... 因為我自己... 讀得高中的關係... 所以我會接觸到... 很多不同的族群... 每次... 就是在跟... 不同族群的人聊天... 他們都會分享說... 欸... 我們阿美族... 我們是從哪裡來... 然後我們... 就是... 我們的... 傳統領域有哪些... 花蓮... 台東... 甚至最遠... 有到恆春... 我也遇過為什麼... 我們會到恆春... 解釋給我聽... 我們為什麼會到恆春... 的這個例子... 然後... 布農族知道... 我們的傳統聖山在哪裡... 我們的傳統獵場在哪裡... 什麼時候的季節... 我們不能狩獵... 原因是因為... 就是... 山產... 他們所稱的山產... 就是... 像山羌... 或者是山豬... 在那個時節... 他們必須要懷孕... 然後生自己的孩子... 如果說你在這個... 就是在這個季節去狩獵的話... 那他們就沒有... 就是... 達到生育... 那這個土地上... 這個生物就會越來越少... 所以... 其實... 我要講的是... 他們都懂得... 就是跟... 自然的關係... 所以他們也知道... 他們的傳統領域在哪裡... 我們阿美族不會去犯... 就是... 泰魯閣族... 我們過去犯... 我們就會被殺... 因為我們都知道... 那是他的傳統領域... 所以我們... 故不侵犯... 可是為什麼... 今天我們的傳統領域... 被剝奪... 我覺得這就是... 我們要自己去思考的... 其實在... 這16個族群裡面... 甚至是像... 平埔族... 或者是... 像... 還沒有被證明出來的族群... 他們都知道... 他們的傳統領域... 可是為什麼... 他們沒有辦法講清楚... 我們在傳統領域... 我們為何消失... 我們從哪裡來... 我們不知道... 為什麼他們講不出來... 我覺得... 就是... 今天有來聽... 他們... 就是... 來講... 這個... 就是... 你們出去到... 就是... 各地的世界上... 去聽別人怎麼講... 我覺得... 今天不管你是身為原住民... 或者身為漢人... 都很重要... 畢竟... 我們都生活在... 這個台灣的土地上... 對... 我今天想分享的就是這個... 謝謝... 非常謝謝分享... 就是... 我們台灣其實... 好多人身上... 都有... 承載了很多... 不一樣的文明... 不一樣的認同... 其實這應該可以是一個優勢... 不一定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我從小... 其實我爺爺奶奶... 一個覺得是日本人... 一個覺得清朝人... 然後爸爸變成中國人... 然後... 教會都告訴我是... 我是上帝的兒子... 上帝的小孩... 等等... 這個... 一整個錯亂... 就是... 很正常的事情... 但也許... 我們要怎麼去選擇... 這中間有很多的價值判斷... 但是要能夠選擇之前... 其實文化還需要... 能夠保留下啦... 要不然... 那樣子的選擇... 其實是... 假的... 那會變成一種想像... 那在這個意義上... 呃... 原住民的文化... 能否保留下來... 成為台灣很珍貴的... 這個... 多元的文化資產... 成為大家真正的選項... 這可是... 還需要努力的地方... 好... 那... 還有其他的朋友... 蛤... 好遠... 那... 欸... 請您過來... 前面... 謝謝... 請您... 請... 請您... 請您... 出生地在雲林口福鄉 大家如果有聽過一本書 鄭峰喜老師的萬陽座的一條船 我跟他是同一個鄉鎮口福鄉同時出生 不過他的書 他的人生也一半都是在口福 可是我在口福的時間不到半天 也都被包到海邊 可是當我接觸到相關的原名的音樂時候 我的裡面的細胞 我就會跟著那個節奏的脈動 跳動 我從那邊想 口湖 台灣狼狗 那邊算是海 海口 靠海的地方 那海口的話有沒有蘋果主呢 我們現在在台北 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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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對所有的原住民 包括屏幕組家裡 Sakiraya 阿美 這些的族群 我認識的不是很深 但是我承認我這個漢人的 漢人的曲格漢人的血液裡面 至少有百分之0-0-0-1的部分 有所謂的 找一個屏幕組的血液的DNA存在 所以每當我聽到 那是像本來的音樂 那是像胡哲夫老師的音樂 那是像很多很多的音樂的時候 我那個血液的細胞 我那個原住民的血液的細胞 我都調整了 我想說 我用漢人的身份 我跟大家說聲對不起 對不起 是我們欺負你們 是我們把你們土地也搶走 可是我也要用我的行動 用我的一切 來跟大家說 我支持大家 好,謝謝大家 不好意思 謝謝 謝謝 真的非常非常謝謝 我想我們很多漢人心裡面 也是有同樣的感受 但是 其實我們台灣人 可能好多好多人 身上也都有一些原住民的DNA 可能都不只是百分之0.01% 不過我還是覺得 本來他們的音樂 可能是可以跨出整個 跨出整個台灣的 應該引起的是全人類的共鳴 比較對 那 嗯 還有其他的嗎 我其實 我其實我是想要 出來 回應說 剛才 平埔族的 阿公 其實 其實我是覺得說 其實我是覺得說 剛才這位平埔族的 阿公 他其實 他也 不會是 要說 呃 特別出來 道歉 呃 其實呢 我跟我的 呃 二姐 呃 我跟我 二姐 其實 呃 我跟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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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姐跟 二姐 我們其實 也剛好是屬於 十六分之一的 格馬籃族 那如果說是 那如果說是格馬 馬 主的話 我是覺得說 呃 我管說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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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呃 到底是誰 其實 其實 呃 我們 可以 一起去做 做 一起去行動 呃 其實 其實 我是覺得說 不管 我們 今天 自己 自己 的身份 到底說是 啊 到底說是 二分之一 原住民 四分之一 原住民 八分之一 原住民 甚至 十六分之一 三十二分之一 我們 今天 既然 大家 全部 群聚在 這個地方 我們 就是 跟住民 謝謝 呃 其實 剛剛 剛剛幾位年輕朋友也都已經講到了我們就是都一起住在這個地方的 所以那個 共生的概念其實就是我們全都是在這個土地上 我們 我們都是 我們都是台灣人 好 還有一位 來 我想請問一下 因為既然就是 就是 全國領域 它可以算是 因為原住民對於家的想像 然後 甚至是 呃 就是 是很重要的 原住民文化實踐的場域 那 你們都知道說在 歷史上 就是 各種之間 其實都也會有 互相的競爭 互相的 互相的 互動的 過程 那會不會在傳統領域的劃分上 它其實是各種之間會有不同意見的 對 我想請教的問題 好 這裡是很實際的問題嗎 好 這裡是很實際的問題嗎 這裡是很實際的問題嗎 大家好 我就是 欸 呃 自主宣告的傳統領域 就是我們不管人民會的那一套 我們說什麼就是什麼 我們不管這個國家的框架 因為我們認為我們自己就是那樣 對 對 然後 在其實在我們自主宣告的同時 其實發生了 同時間引發了我們附近部落的 呃 一些擔憂 我們是在處在北南鄉的行政區 是北南鄉東新村 那其實旁邊有新元 有麗家 然後有建河 有資本 資本就是那個 卡塔迪布 那 那個時候其實各個部落都有一些聲音 第一個聲音是質疑 就是說 呃 為什麼你們可以自主宣告 不是否認我們的權利 而是說為什麼你可以自主宣告 卻不跟我講一聲 那個不跟我講是說 你可以講你家在哪裡 可是你必須也要承認我家在哪裡 那是一個互相的一個概念 第二個質疑是 呃 到底 呃 那個重疊的 樣子 我們要怎麼樣去協商 我覺得這是 可能剛剛 就是 他想要問的問題 因為我覺得這個是也是非常 我們這個傳統領域 劃下去之後要必須一起面對的問題 大家都會說傳統領域 好像都是一個領域 一整個領域 就像領土 可是 在我回去發現的時候 其實並不是這樣 是一個 互相重疊 或甚至是 相互交錯的概念 就很像是 今天 我們的獵人 如果他到了 山上去打獵 然後其實我們後山是內本路 也就是 Nabu的他的部落 那 我們其實那邊是有一定程度的焦點 那那個時候 他們在打獵的時候 假設我們今天我們的族人 到了內本路的區域 不小心跨到他們的區域 而打到了一隻山牆 那我們過去撿拔撿回來的時候 其實我們會留一隻腿放在那邊 哇 那個意思就是說 今天因為你們的關係 所以我們得到了這個 食物 所以我必須要跟你分享 那 在那個概念下 其實我就會覺得 那就是一個 族群共生的一個開始 那當然這個前提是 因為我們跟內本路是好朋友 對 其實我們跟附近的部落 不是每個都是好朋友 因為畢竟貝蘭主比較強勢 所以我們必須要聯合其他的人 才有辦法 在那個地方下繼續生存 那 所以目前 在我們繼續公告的時候 我們目前跟 卡達迪布已經達成了協議 目前 還有一些聲浪 還在慢慢的去 不斷的去協商 那我覺得這都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因為至少讓我們有能力 開始自己 能夠自己去跟自己的 傳統領域對話 那我們今天站在這邊 其實就是要讓整個台灣 原住民族的整個傳統領域 我們要去跟中華民國對話 是做一模一樣的事情 只是今天 他願不願意要來跟我們對話 好啦 所以 對 剛剛講到傳統領域重疊 其實是很常見的情況 那 剛才有時候聽到 所以我選是一種很 對原住民來說 他其實不一定是一種 排他的這種 這種權利 那 成功疊人那怎麼辦呢 那就來 就來談嘛 他不是一個問題 就像我老師講的 他不是一個問題 他 就來談說 到底要怎麼去管理這件事情 比如說 以我們部落為例好了 我們部落前面一條溪叫 雪果蘭溪 我們叫做 那個也是我們的領域之一 那 對 在 我們部落跟其他部落 有不同的 河段是由不同的部落來管理的 很神奇吧 河也有不同的分不同的段路來管理的 那 你什麼時候可以去 假如說我今天我要抓魚 阿美族會用一種叫做魚疼的植物 叫沙釘 用這個東西去 去讓魚昏倒 然後我們就可以去開心的把魚撿回家 跟魚融為一體 這種植物 那我們再放這個沙釘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先跟其他的部落講說 我今天我要放沙釘喔 那 我會從哪一段到哪一段 那是我們部落的河雨 那你們 你們可能會 沙釘是 因為河是不斷流動的嘛 所以說會受到影響 那這個部分就要先跟其他的部落講好 那我們部落的人要強 一定要 要去把 因為阿美族會有一個補魚的方式 是把 河的支流堵起來 讓水不會經過那個支流 會從另外一條路 往下面繼續走 那你堵起來的過程當中呢 你就可以把那個 沙釘那個魚疼減少 魚疼的影響減少到最小 這就是 我們那個地方 部落那邊 在治理河的這個機制 那我想講什麼 我想講的是 就算重疊 過去重疊 就像他剛剛講的一樣 我們會有一個機制 現在的確 在逐漸在補落當中 為什麼 因為我們沒有傳統領域 我們沒有一個明確的領域 如果今天有個領域 如果今天有個領域 那我們進一步 再去把原住民的習慣法 就是我們這些法治 跟當代的法治結合在一起 那這樣變成是 在這個法治當中 有原住民的精神 那我們的精神 我們自理這種自然資源 自理土地的方式 管理土地的方式 就可以體現在這個當代這個 這個法治的體制當中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 就不會有人說 你看你們都沒有規矩啊 你們都去抓魚啊 去打獵 不 其實我們是有規範的 只是我們規範在這個當代的法治當中 處境在補落當中 那所以說傳統領域很重要 因為我們有傳統領域 我們可以再次去體現出 我們如何去處理 如何去管理這些土地 然後管理重疊的地方 那這一次是我的補充 謝謝 所以你們根本的訴求 也希望是跟政府也是有達成這種 像就是一個重疊共管 的這樣子想法嗎 還沒有開始對話 退了再開始對話 現在還沒有 還沒有開始對話 還沒有開始 我們後面去問 林務局會問這一題 如何共管 要管理哪些 但是他們可能只想管動物 植物 沒有要管土地這件事情 可能是這樣 所以那是很 很長遠 但是是很重要的事情 那在此之前 就是 原住民彼此之間的族群 有一個機制出來了嗎 還是就像這樣子 一組對一組的討論而已 還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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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很害怕 原住民自己 管理自己 做自治法 到現在都還沒有 從國父創立行蹤 到現在都還沒有 讓原住民自己 管理自己 保證它 不會 其實這可能是問題的根源之一嘛 所以就是 這一整個傳統領域 劃分的問題 其實它牽涉到好多 好多的面向 也許是 凸顯出來 很多我們長期 沒有去看到的面向 非常的重要 那我們看 現場還有其他的 朋友 朋友 我想要再更了解 就是說 當你們 擁有傳統領域之後 你們究竟要做什麼 以及 你要怎麼跟現在 在他們那邊的人 做溝通 因為就像是 以色列好了 他們那時候已經 離開他們民友的故鄉了 但他們最後就是 硬是回去 所以到現在他們那邊 問題還是很多 那現在我覺得 問題不是在於 部落跟部落之間 傳統領域總體的事情 而是現在在那邊的居民 你們現在 如果說 我要把 就是他們的私有地 那 就是 你們要怎麼回去 你們回去之後 你們打算要用 那塊土地到底要做什麼 或是說 要怎麼去跟他們溝通 要達到一個共存的意義 那 就算說假設說 不要說太長 假設說我家 就是突然有一天 有一個人跑來 跟我說 我十年前住在這裡 然後後來被迫 被迫離開 那我現在想要回來 因為我們都共存 那我也不要纏走你家 我就在你家門口或院子 我自己再蓋一個房子 我們一起共存 我不知道 有人會想要這樣嗎 就是你們接下來回去 到底要做什麼 然後一直要怎麼做 對 有誰來分享 有誰來分享 就是 我覺得這可能是 大家對於傳統領域最深的一個誤解 就是 這不是一個 現代國家理解的所有權的概念 就是傳統領域並不是 現代國家理解的所有權概念 就是 這也是我們今天非常希望 跟大家傳達到的一點 所以傳統領化下去 不會把你家變成我家 懂嗎 就是 我們沒有要去搶誰家 我們只是想要讓 在這個 我們只是想要確保 我們文化實踐的場域 可以完整 就是 它會 我們很害怕說 像是美麗灣這種飯店 蓋下去以後 我們就沒辦法再繼續在上面 實踐我們的文化 這是我們最害怕 我們害怕的是 財團的大型開發 害怕的是這種東西 但我們不是 要去搶別人的東西 我們不是要去 說 你家院子是我的 就是 我們原本就不會在那裡做這件事 我們就不會 因為畫下去就做這件事 可以 不好意思 因為就是剛才有聽到 另外那位就是講到說 那個 農產的事情 就是 希望回去住等等之類的 那 我 我一提到院子這件事情 我也 就是意思是說 我也沒有要搶你家的意思 那我就是 我就是想要回來這裡住啊 但是 我要怎麼做 等等這些的 所以 我覺得說 那我在你家門口 或在你家院子 住 住下來嗎 那我也沒有跟你要搶你家的意思 我先解釋一下好了 就是 基本上 就現在的法律 現在要制定的方向 現在要制定的方向 是這樣 土地權 一樣是保留在 原本的私有個人身上 原住民沒有權去動 市有土地權上的開發 因為那個土地是你的啊 所以 我們根本 在 在這樣的法 我是說 在這樣的法律體系下 我們沒有任何的權力去動 上面的 你要做建物也好 你要做 你要做 開發也好 那個都是你個人 私人可以去自己決定的 那 重點是 這個辦法要做什麼 就是傳統領域它要做什麼 其中一個點 叫做諮商統一權 就是我們畫了一個傳統領域之後 包含公有地跟私有地之後 未來如果有大型開發或者是 它有一個辦法啦 什麼樣的東西要諮商統一 它是有一個辦法條件的 所以 所以經過那個 那個辦法你去看了之後說 如果說你只是要做自己家裡的建設修繕 那個根本就不用經過部落的統一 因為那個還是你的地啊 所以部落根本不用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就會有一個 今天我們要談的 什麼叫所有權 跟傳統領域要談的那個 土地權的那個概念是不一樣的 這件事情 那所以說就是現在在在地的居民 假設他們未來想要把他們的土地權賣給大臣 那些資本家 然後讓他們去開發 要經過你的統一 賣地不用 賣地不用 開發才要 對 我最後做一點補充 就是 呃 很多人都會因為 就最近有一些 有一些官啊 或者是一些立委會有一套說法 所以產生了一些誤解 就是說 傳統領域的這個辦法 是不是我們現在先把公園土地畫進來 然後就已經是 呃我們就可以拿回這個 從被公家機關奪走的土地 重新拿回來給我們原住民 然後去 我們去問他說 那私有地的話為什麼不畫進來 他們就會回答說 因為憲法第15條保障人民的財產權 可是這個地方 有一個很嚴重的矛盾就是 如果 這個畫設辦法 現在只限定在公有地 是因為不要影響到財產權 不要讓所有權 私人的所有權 被 被 有太大的變動 被限制等等 那現在的畫設辦法 已經放了公有地 林務局就要把所有的公有地的產權 轉到部落名下嗎 我們沒有看到畫設辦法來這樣的設計 我們也會要讓 台唐 應該要把 原本部落的 土地的傳統領域還給 部落 但我們現在在講的這個 傳統領域的畫設 其實是要讓在定義上 不要讓它被限制在只有公有地 因為 即使是現在這個傳統領域 把公有地放進來 我們還是沒有拿到它的所有權 所以 會有一個刻意的誤導 讓大家覺得說 我們想要把 不管公有 私有 所有的土地 的產權 全部拿回來 給部落 拿給族人 可是這是 完全不一樣的 大家可以 透過這一點回去回想說 為什麼我們在主張 傳統領域 跟主張 土地是一種財產 是完全不一樣的 觀點 完全不一樣的價值 對 我想這對於我們很習慣這種 排他性的所有權的想法的人 可能是一個挑戰 或者需要很高的想像力 來理解 因為 要不然的話 就是 如果按照這樣的想法 會變成你們要回 半個台灣的所有的土地 的所有權 但其實你們並不是這樣想的 所以這個 這個是需要花時間來溝通 OK OK 那 我想說 大概了解 我想說 接下來 我們先撇開跟那邊的人談話 因為他們根本不想跟我們談話 那 我們現在應該要針對 應該就是說 現在外面的那群雞蛋 也就是現在 在傳統領域裡面 那些所有的人 那 假設說我們要去告他們 就是 你要讓他們理解到你們的立場 然後知道這些誤解 但是 我認為就是說 如果接下來你們還是去辦 這樣的一些活動 會來的 永遠只是就是 同溫層的人而已 以及 就是 更何況 假設說他們本身就是 對人抱著說 你們就是要來搶我土地的 他們根本不可能會來你們的這些活動 那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要怎麼讓這些 集黨變成你們的 你要怎麼去跟他們做到活動 好 我相信在場應該也有一些 不是同溫層 我們還有一個問題 不好意思 我想請教一下 兩個問題 就是 第一個問題就是 因為其實我今天會來是 我有看過新聞有報導說 因為這個 原住民傳統離化社的辦法 它是排除了死有地 那所以有人在抗議 可是那時候我並不了解 為什麼會抗議這件事情 所以我決定到這裡 那 我剛才有聽到 葉浩老師也有問 你們的訴求是 就是 有兩個 一個就是 原民會的主委下台 另外一個是 整個辦法把它退回去 那 我的問題 簡單來講 第一個就是說 那如果說是修改呢 因為目前的真結點 好像是在於說 他把私有地排除 那如果他修改以後 把私有地拿進來的話 是否是要把 你們還對這個辦法有什麼不滿 所以才要整個退回 還是只是真結點在這裡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因為這個 也是在原住民基本法裡面 有規定 像今天你們說的 就是 他開發要經過 部落的同意 部落的參與 那我的問題是說 假設這個 劃定辦法出來了以後 那原住民基本法也這樣子 跑得下去 現在已經被開發的 這些原住民的傳統領域 到底該怎麼辦 是像 應該像美麗彎還是什麼的 是直接把它拆掉呢 還是怎麼樣 好 謝謝 好 也是非常技術性的問題 需要你們回答 首先 那個 這是我個人立場 就是 畫設辦法 可不可以用修改的方式 嗯 我認為就是 我們其實訴求是 退回去 退回去就是要 讓他們修改 修改出一套 讓原住民族滿意的 一個畫設 沒有聲音 所以 嗯 這還是取決立法 欸 行政機關 就原民會他們 要怎麼去修改成 修改成一個好的版本 但 我們現在訴求就是 這個版本不要 對 然後另外 關於 先前已經開發的開發案 嗯 我是覺得 嗯 哈哈哈哈 姐姐要在幫我白眼 嗯 我先回答 就你的例子而已 美麗彎是 想都不用想 就是拆掉啊 其實沒有 因為法院的判決下來 那如果憲政府說 要做國賠之類的案件 那是另外一回事 那個 那個權利保障 已經不是在這個層次上面了 可是 美麗彎 就 柯少爭去 打那個 劍招 啊 不小心打 然後呢 啊那個 反正 美麗彎他是 講環評法的問題啊 那 因為 美麗彎環評之後被撤銷嘛 那環評法 它其實 第十四條是說 你要環評通過 才可以行開發行為 就主管 讓你行開發行為 可是 美麗彎就已經改下去 那環評被撤銷以後 那開發行為到底要怎樣 啊 可是 現在政府 那些法務部 他們就喜歡就說 他是規定自始未經審查 那美麗彎是審查以後被撤銷 所以不算 十四條的規範 所以 他的開發行為是有效的 就是 他們就是 我們的政府 就一直往偏袒 財團的方面走 所以 美麗彎這個案件 我覺得 目前的話 就是 因為之後他們又打了一個 叫做 就是 拆除許可的 就是他們去打拆除許可的案子 然後 可是這個訴訟 就被 最高型 就是最高型的法院 所以 就是 現在其實 他也是陷入一個僵局的狀態 對 我覺得這個就是 太難了 所以我才會這樣轉大 對 然後 不好意思 我是想針對我第二個問題 在做補償 因為我只是 我不確定 我只是說那是例子 我現在的問題 主要是在於說 假設 假設說 他們這些開發 其實是對整個原住民傳統領域 就是傷害 所以在傷害之前 要經過部落的統一區 不夠的協商 那 未來 假設這個法通過以後 當然他們要進行開發行為 要跟部落 要爭取部落的統一 那我問你 是 已經造成的傷害 就是已經開發下去的東西 到底 你們的立場是怎麼樣 如果說已經開發下去的東西 其實就是要把它整個開發取消 或者甚至要把它回復原狀的話 那這樣子 當然 在那些 這位人說 那些雞蛋 當然會覺得是 你會去切換好他的財產 那可是如果說 這些 傳統領域上的 這些已經開發的東西 他如果不去撤銷的話 他不是還是 對整個傳統領域造成的傷害嗎 所以我覺得 這是 這個是我自己在想說 我覺得這是個很兩難的問題 所以我比較想要知道 就你們的立場 你們是怎麼看這件事情 謝謝 好了 我回答一下好了 就是就這個問題來講 我自己就原基法 原住民族基本法裡面的解讀 來看 他的 他的要去解決解套 用解套這個講 來講的話 他應該不會是在用這個辦法來去處理 那他可能是一個 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法 他要去處理的部分 那要怎麼去解套 這個 其實原住民社會 都還沒有去溝通這件事 因為我們根本連 有都沒有 對 那 那 譬如說 譬如說 我舉一個例子 就是有一個部落 他時常會聲稱他的 不是聲稱 事實上就是 他的傳統領域 有一個東西 大家會覺得很酷 就是他的傳統領域上 有好樂地 對 那個地方就是在 台東市的馬蘭部落 這是事實的 這是事實的 對 那這要怎麼辦 他整個馬蘭 馬蘭部落現在的位置 周邊幾乎全部都是私有地 幾乎都是私有地 那這要怎麼處理 這要怎麼處理 這也是馬蘭部落的一直想問 那傳統領域能幫我們解決什麼樣的問題 這件事情其實原住民社會都還沒有一個很好的溝通 要怎麼去解決這樣的問題 這是我的理解 好 我們其實已經碰到一個相對困難的問題 就是 我們要處理 處理歷史正義 歷史不正義 或者是轉型正義的過程裡面 還有一些人 他們已經有 有說合法取得的土地私有的東西 那這個時候 你要不要也用正義的方式對待他們 還是在這過程裡面會不會造成另外一種的 就是好像面對雞蛋一樣的做法 那 這 這是很困難的 但我們也看到協商 協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時間 時間還剩下不多 但是 我希望 大概還可以有一次的問問題的時間 然後我們再請他們大家來做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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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一個問題 請教 第一個問題 那 第一個不是問題 就是 我們 阿美族的 名字 名稱 有 我們剛才有講板紮 板紮在網路上這樣傳傳傳 變成人 對不對 其實板紮是我們中期的語言 板紮是平 平地 所以 我們 那個 上一代都告訴我們 蓋房子 一定要在板紮板紮的地方蓋 一定要在平地那邊蓋 所以我們都叫 叫什麼 板紮 平地 平地 不是花東縱谷 也是平地啊 我們是住在花東縱谷 板紮 但是 山山那個平地蓋房子 也是要蓋在平地上面 也叫板紮 所以 我們都叫板紮 好 這個部分 另外就是 是巴吉拉爾 巴吉拉爾 巴吉拉爾是世主的名字 我是巴吉拉爾 中期也大部分是巴吉拉爾 巴吉拉爾是那個聖山 聖山那邊的阿美族的世主 這樣子 太陽的子民 那個 我要請教一個問題 我們 咖羅爾部落在那個 台糖的土地裡面 但是 它不見了 化不見了 但是 我們還是存在的阿 那 現在 那個 彈宏大父 台糖種樹 它是91年開始種 明年到齊 我們有什麼 什麼樣的策略 要阻止 怎麼阻止它 第一個 另外就是 林無吉又跟台糖借土地了 林無吉那個 那個不是林無吉種的 它是跟台糖租那邊的土地 然後它經營 在那邊經營 土腾滑海 就 造一些那個步道 所以這兩個部分 我們也希望它不要在那邊 土地我們就可以使用 如果是這樣的話 前面 各位 今天是不是可以說明一下 我們要怎麼做 部落怎麼配合 我們怎麼去運動 謝謝 你巧又丟回到年輕人這邊了 這個問題非常非常的難 但是 我們沒有 很聰明 也不會讀書 憲法也讀不懂 法律更不內行 打法院我們一定都會輸 我們現在只有身體 如果要能夠 改變那件事情的話 假如它可以申請那一區 特區 把它佔滿 是唯一最快的方式 談法我們一定輸 我們現在只有身體 如果我們哪一天可以 站毛這個海道 我們才有希望 站不滿 永遠慢慢繼續的等待 就看原住民敢不敢 原住民願不願意 站出來 讓台灣過去沾滿血液的土地 重新被看見 因為時間有關係 我先講我後面要講個話 過去台灣山上都是原始的森林 在原始的森林 一千年兩千年三千年的樹 底下都有很小很小的樹 很多很多的昆蟲 但是林務局砍光了一千年兩千年 他們走過的地方 種下的都是單一的樹種 單一的樹種像蘭大山 底下都只有蘭大山樹葉的葉子 其他的植物都長不出來 只有長得出金線連 但是聽說金線連的線 最近也都不見了 因為有WiFi 有藍牙 所以線都長不出來 台灣的教育 非常的成功 過去不同的族群 不同的文化 都可以 開出不同的花朵 不同的色彩 但是我們的教育 只有德智體群美 即使都是在騙人 只會考試 你會考試才是好的孩子 讓台灣的人 只有單一的色彩 即使我們從6H到6B 都有不同的膚色 但是我們的價值 都是很單一的 這件事情 我講了這兩個例子 是要講傳統領域有多重要 傳統領域 讓人 山有山的智慧 海有海的智慧 讓人回到他最熟悉的地方 過他最自信的生活 我剛剛講那個原始林 不同的花朵 才能夠開得出來 如果不敢面對過去 原住民生活的方式 生活的地方 讓原住民回到自己的空間裡面 台灣不會有解決的方式 剛剛那些很可恥的事情 都會一而再一而再發生 讓原住民回到自己的空間 過自己想要過的生活 才是真正解決的方式 非常難非常難 如果原住民不站出來 不會有答案 謝謝 其他的年輕人的想法呢 有要思考這些策略嗎 我相信應該有足夠的智慧 就是雖然 雖然政府知道怎麼把 雞蛋放在高牆上 但我想原住民也是應該有足夠的智慧 可以去拆解這樣的做法 所以可能 對於法律的知識 然後對於 對於整個這些問題的 背後的想法 那怎麼樣利用法律的方式 或溝通的方式 甚至論述的方式 我想這也應該都會有的 我相信 年輕人應該 今天會站在這個地方 其實就是會用 很清楚的語言 來告訴我們裡面 要的訴求是什麼 但是接下來應該還有不少的 政治上的行動 應該要怎麼樣具體的做 我們都很關心 然後也在想說 你們還有沒有其他的方式 比如說 我們基本上有幾個不太一樣的想像 比如說 在這裡抗議到小英政府來 或者是 某種程度上 可以進入決策的過程裡面 然後參加討論 那還是呢 比如說 圓民會裡面的推選委員的過程 然後有一套比較相對的好的方式 那這可能也是以後也可以做的 那還是也可以趁這樣子的機會 就是 多邊可以討論的一個 怎麼樣讓就是 可能是圓巷之間 就是 所有這些問題 會變成一個 找到一個好的程序 來溝通 因為 因為妥協也不只是 就是在那個土地上 拿幾個人來共用的問題 大家能夠再告訴我們 因為我們除了關心 或者是到臉書按讚之外 我們還能夠有多少事情可以做 好 我就先請那個 在 在場有最多粉絲的 來講 好了 親友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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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剛剛老師講了非常多 我們其實前幾天 就是私下不斷在討論的事情 那 其實我們社團 就是我們 鄭大也有一個 屬於 原住民學生的 其實我們之前也在討論這個事情 然後也有 非原住民的朋友在問我們說 那我們到底能夠做什麼 嗯 我自己沒有一個 明確的答案 但我覺得那個答案 會讓我覺得是 因為那個答案不是用說的 就是我覺得那不是文字可以去表現的一個答案 我覺得那個答案很像是 你今天如果待會兒有空 在這邊 跟我們進去聊天 進去唱歌 在這邊住過一個晚上 你或許自己會有你自己的方式 那 這個方式我自己 當然也有自己的方式 但我沒有辦法說 因為我 就是用嘴巴就說不出來 但我覺得行動 可能可以是 一個方式 好 老師剛剛提到就是 關於接下來的策略或是什麼 但我覺得 老師剛剛講的其實都有可能 因為原住民就是有一種韌性 就是跟我們 跟環境所互動之 所得的韌性 那個韌性讓我們可以知道 我們如果在不同的環境當中去生存 找到生存的這樣的模式 那大家也知道運動的方式有非常多種 有非常非常非常 大家也看到在網路上面 我們是像馬曜 像卡卡斯哥哥的意思 卡卡斯哥哥的意思 卡卡卡他們就在這邊住 有人在網路上面去 透過不同的論述 從法律的 從文化的 從空間的 從地理學的角度 去談論述這些文章 所以說原住民的團體 有非常多不同的方式 甚至是到國外去做創意的都有 所以我們的方式很多元 那 未來的策略會是怎麼樣 這些方式都希望可以讓 大家都講說沒有奇怪的人 都是可以讓更多的人 認識到原住民 原住民族所面臨到的問題 那 大家在這個時間點 了解到這些問題的時候 我們更希望是 去讓 希望你們可以透過這樣的機會 去認識 正確的認識 原住民的樣貌 原住民的生活 原住民是什麼 在當代原住民在都會區 居住的這樣的樣貌 你身邊所認識的原住民 他是怎麼樣的一個 他的生活背景 或是原住民整體的概況 都希望可以透過這樣的機會去了解 對 那 關於那個 剛才有個 格子襯衫的那個帥哥 他問了說 到底如果今天已經有一個 已經有一個這樣的設施 他在 波羅已經蓋了 那我們要怎麼去做 要把它拆掉嗎 我覺得這個方法 轉型正義方法很多種 那其中一種 我覺得有幾種方法 我個人意見 他是有可以 就是 我可以 我可以參與他的決策 假如今天有一個 度假村 他蓋在我們部落 他從很久以前都蓋了 那今天如果 我們今天可以參與這個決策 部落的人可以去參與到說 觀光 這個度假村未來的樣貌會是怎麼樣 他是不是可以 有一些機制 可以回饋到部落裡面去 當部落的人說 今天好 溫泉好了 今天說溫泉的這個協會說 好 在過去 溫泉其實就到安通部落 那今天有這個機制說 是不是這個 溫泉也可以再次引到部落去 讓部落也有溫泉可以使用 或者是說 溫泉的這樣的資源 那是不是可以播幾分之幾 然後變成是 部落的長照的設施 硬體建設 軟體建設 這樣的一個機制去做使用 那這樣子 雖然說我們沒辦法實際的 去把那個地要回來 但我們走在一個 正義的這樣的一個 寫商的這個平台 寫商的機制 這樣的對話過程當中 這樣算不算是一個轉型爭議 算是吧 因為部落已經參與到這個決策機制裡面 但現在目前重點是 財團 或是這個政府 或是社會大眾 有沒有肯認到原住民族 在這中間當中 所謂 所佔據的主體的位置 沒有 沒有 所以這個很重要 那回到剛才講 就希望大家可以更多更多的認識原住民 那 也不只是 在這種嚴肅的議題上面 有很多的是 在那種很在地的 很貼近地方的 很剝弱的 很生活日常 生活齊居的 真的都歡迎 因為 大家就說我們要尊重尊重 大家也就知道 在尊重以前 其實是要一個了解 我們互相了解 我們才可以談 記不談尊重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今天第17天嘛 那其實 就看得到 這個 這個議題 這個 這個問題的 傳達出去的 觸解的角度 是越來越多 包括 上個禮拜的 一些 包括學生年輕人的 發起的一些活動 可以看 越來越多的人 開始來做 關注這個議題 不管是 學生也好 學者也好 甚至 立法委員 或是 甚至在 行政體系裡面的人 他們都會慢慢來關注 這個問題 那我覺得是 這是很好的 越來越多人來關注 那我們現在還是希望能夠做更多的 有對話的品牌 像今天這樣子 折五的這樣 一個講座 或是其他的 下個 下個禮拜十七號 在台大 也有一個 在消息 消息 消息 相關的講座 對對對 就希望有更多這樣的平台 可以創造出來 讓更多不同的聲音 可以在這裡 就互相的交流 互相的被聽到 那 在溝通過程中 我們期望就是 可以 找到一個 找到一個 我們最後的一個出路 這樣子 那當然也不是妥協 不過 這是一個 一個 一個 在面對問題上 要解決的一個過程 這樣子 那 回到我 剛才分享的 這個清淨農場 的例子 呃 我講它 我認為它是一個非常血淋靈活生生的例子 這一個 傳統領域 它被剝奪掉之後 它的資源被消耗殆盡 它的 生態 它的 各種呢 它這個土地上 原來擁有的一切 因為 現在面臨到了這樣的 現在社會的一些影響 一些壓力 已經慢慢的被剝奪掉 我覺得是非常 非常難過的一件事情 那 就是 以 希望可以以清淨農場這個例子做切勁 希望不要再有 類似的 一樣的 情況 發生 這樣子 我前面說過 我們原住民 有一套 我們能夠跟土地共生 的 一套基石站 我們知道要怎麼做 才不會讓這個土地 資源被消耗掉 對 那像清淨農場 這是一個 因為受到了 外來的影響 而資源的消耗 跟例子 那希望不要再有下一個 清淨農場 發生 謝謝 謝謝 剛剛講到說 呃 大家可以幫上什麼忙 那我想用一個 就是阿美族的老人家 常常講的話 就是 他會 常常會有人問他說 這個要怎麼做 那個要怎麼做 可是阿美族的老人家 會覺得說 你幹嘛一直問 你不會看嗎 他會先回你這句話 他其實背後 隱含了一個意思是說 你有沒有去認真 去分析說 他在做這件事情 他背後想要 呃 那個過程是什麼 那 你有沒有認真 在每一刻 那個老人家 在做事的時候 認真看他的 認真看他每一個步驟 他想要傳達出來的意涵 所以 所以 他 用阿美族的邏輯來看的話 他強調的是一種 呃 去 去 去解構 去自己發現那個問題 去 自己去行動 尤其是 自己去實踐這件事情 所以我可能也沒有辦法回答說 到底要做什麼 可是我 蠻鼓勵大家 去看 去做 去學 然後自己去發動 謝謝 恩 謝謝 其實就是 剛剛不是有講 子彈跟高牆嗎 我蠻不喜歡這種比喻的 就我覺得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 高牆的專款 就是 快一快 堆疊起來 成現在的社會 解構 但為什麼我們今天 會可以站在這裡 因為我們 或是別人 幫我們一起 我們 從 那一道高牆 把自己搬下來 所以 我覺得 既然我們都可以 把自己搬下來 那我們一定也可以 把更多 在高牆上的專款 一起搬下來 然後可以 打造出 我們想要的 社會的樣子 那 這就需要 大家一起努力 像我 就是我剛剛也說 我是在都市成長 原住民 其實 我對很多事情 是不了解 而且我又學 法律 所以 我常常被困在 現代國家的 法律觀底下 我也是因為 這件事情 開始想要去了解 原住民 原住民族的權益 要怎麼在 當代國家實現 那我也問了很多老師 其實他們 台灣其實 就蠻多法律學者 是不了解 但是 那是因為大家都被困在 這個框架底下 那如果有人 願意 走出這個框架的話 我相信 現在 像是 昨天有個老師 告訴我說 法律的用語 是很中性的 它是 你可以去解釋 像憲法 它就說財產權 那有人說 財產權是什麼嗎 是我們把它 解釋成 財產權是你的 我的 你不可以去碰我的 我不可以去碰你的 那原住民的財產權 就是 大家的 那如果我們有一天 把這個概念 變成 大家都認同的概念 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 就是 這個 我們就可以 好好的 認同彼此的想法 好好的在這個 國家下生活 就是我覺得 所以 所以 我 雖然有點理想 但我真的覺得 就是 你不斷去做 我都可以改變你身邊的人 就是 看公司 現在才會再來一起做 總結的立場來講 所以我們 不要勉強在一起 不同的價值 不同文化 不要用一套方式 都是 犧牲我們 每次都講共生 其實都是犧牲我們 我們投票都不會贏 我們只有2% 全部 反正起來也不會超過5% 所以 我們要在不同的空間 過自己想要過的生活 我們會有希望 要不然我們無法 跟大家一起共生 請大家 勞勞我們 謝謝 請 其實跟 剛剛跟馬耀說的 有一點像 就是 很多人會覺得說 其實這段時間 會有很多人給意見 覺得 我覺得你們原住民可以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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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其實原住民跟整個國家的問題 是從 從我們 當我們開始被外來政權 講殖民 大家會覺得有點重 但是 就是殖民 不會 還蠻 還蠻 OK 那大家 謝謝 可是殖民的政權 開始進來之後 它的問題就開始一直有在 所以 剛剛像馬耀講的 就是大家會覺得 你們可以做什麼 做什麼 但是 最根本的問題 就是 至少以我們現在這個國家來說 所有原住民身分的人 才50幾萬 2300 我們才50幾萬 那 大家會覺得 OK 你們今天要訴求你們的東西 你們應該要去做什麼 你們可以去做什麼 那他可以去做什麼 當我們的力量 只有這樣子的時候 每個人都在給我們意見 可是 沒有人去 去體認到 我們背後的 在 因為這個強加的文化的價值觀下面 我們所真的遇到的難處 像是原住民的都市的學生 那 原住民在整個經濟結構上 他以整個國家統計報告 他官是 平均收入跟 整個國民的平均收入都有差 那這是一個很明顯的現實 那 其實每一個原住民的學生 他從離開部落到都市念書 他都是背負著你的部落的 部落的家長親戚的期待 他會希望你可以不要再繼續 像我過這樣子的生活 那 相對來說 當我們原住民的學生 他要投入到這個部分的時候 他是要再更 他是比我們一般人 外界想像更加倍的力量 他是必須 他課業必須顧好 因為他有背後家 整個家族的 對你的期望 那他有經濟的壓力 很多原住民學生都要去打工 那他必須在這中間 還有他自己 自己在中間 再抽出時間來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變成是 為什麼這個 就像馬耀講的 為什麼是一直我們去配合這個文化 大家就會說你們要去主動對話 嗯 你們兩千 就整個兩千三百萬 然後我們五十幾萬人 你們一直要求我們去主動對話 這件事情很特別 對 那 對 這過程中 或者他們就會 有些以前小時候同學 就會說 溫馨我們喜歡遠住你 我包容你的文化 我就心裡想說 嗯 我做錯什麼事 為什麼你要包容我的文化 就是 嗯 我很好啊 所以我就想到 大家都你也很好啊 這樣我也沒有突然說 我要包容你 你知道 這是一樣的道理 那 到底 嗯 我們會希望這個議題 正傳出去的原因 就是像他們會覺得 你們會覺得 我們要做什麼 我覺得最基本是 你們要做什麼 是你們有 嗯 我們很希望你們真的 來了解我們 就像是 我們在都市生活的時候 就像我剛剛跟你們講 文青老師 覺得 我一直以為你們會 我一直以為漢族會被 會大家回中國 對 我以為你們最想要回中國 後來發現沒有 我發現 我們是必須一起在這土地上 那我試著去 我開始學習 去了解你們的文化 然後我開始 學習了解不同的族群 外籍移工各個身份 街友什麼的 我會發現 你要去了解你 才有進一步的可能 你不能一直只是想 當你一直只是想的時候 永遠都只是想 那你的想法可以很多 對你想 就像我剛剛講 我想說想說什麼 沒有人 大家去給我一塊錢 我就可以不用工作 對 那一樣的道理 就是你有沒有真的要去了解 那個文化 這個就是最主要的第一步 你不要一直用你自己的立場去看人家 那你當你轉換你的立場 如果今天我們的原住民在社會上生活 我們願意用你們的立場去看這個社會 就像我剛剛講 我不會怪我同學說 啊 他這個人怎麼直接在我面前講說 他就是學原住民的舞蹈 要去國外表演給外國人看 那個人很沒sense 我也不會怪他 因為我知道那不是他的問題 那是整個社會架構下的問題 那既然我們既然我們願意用 我們可以用這個角度去看 那另外其他的族群裡面 願不願意用我們的角度去想我們的事情 也去進一步的去真的真的去了解 而不是我看新聞 我看文獻資料 那我知道 對我覺得這種東西其實有時候 然後反而更傷 就是甚至是 我不太 我知道你想幫我 但是你的方式 讓我覺得我們的距離其實 拉得更大 對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點 那大家可以 呃 稅稅想一下 好 對不起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還要犧牲阿虎語是嗎 好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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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其實也不用逼迫 就是每個今天來參加的人 回去之後就要做一百個懶人包 寫十篇投書怎樣的 我覺得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 在這個社會上的位置 你可能是個學生 上班族 可是 你一定會有你的家人 你的朋友 然後 你的周遭一定都會遇到 就是 就是原住民朋友 但 就是我想講的就是 不要只停留在說 喔 我也有原住民朋友阿 他們怎樣怎樣怎樣 這種 的認識 其實你可以再進一步 去 從 從 大家 作為人的 基本尊嚴出發 然後 試著去重新了解說 呃 作為一個 不同於主流文化的 這個群體 然後 他們從以前 走到現在 然後到現在為止 面臨到的處境 那你可能就不會 從你自己的 專業 然後開始去分析 比如說你是學法律的 你就會覺得說 喔 法律是這樣定阿 憲法怎樣 但我也是學法律的阿 我就覺得不是這樣 所以就是 你應該要從你最在意的 呃 就是 互相了解來開始出發 然後慢慢的去突破你現在 這個社會 然後跟你現在長成這個樣子的 既有的框架 對 然後 其實 不是只有傳統領域 不是只有土地權 的問題 我們還有狩獵的問題 我們還有種種 在這個社會上生存 光是生存就很困難的問題 對 所以 呃 就是希望說 也可以不用壓力太大啦 但是 你也不是這麼弱而已 對 但我們也都是 我們都是慢慢學習這樣 好 我們非常謝謝 呃 這些原住民朋友 今天來分享他們的智慧 那接下來就是考驗 呃 考驗漢人或其他人的智慧 有沒有學到他們的智慧的問題 啊 那我非常謝謝各位 啊 今天來到哲學飛行署的現場 那我們今天 就到這裡結束 那如果還有任何的問題的話 還可以有時間來跟他們討論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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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